好 要感謝各位今天面臨《哲學親戚5》 今天主題其實是蠻特別的 我知道這應該是《哲學親戚5》第一次談 有關於《主群互助》這種概念 為什麼要談這個想法 其實從我的角度 先是我介紹 忘了是我介紹 是台灣大陸政縣的主任 畢竟主任出 因為這段時間其實一直在做有關合作經濟這段的研究 然後上一場上個月的《哲學親戚5》就在談 整個工會跟工人做設備跟關聯性 那今天會把它帶到另外一個層次來談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站在一個 台灣一直在追求所謂的社區化的一個發展 那社區化的發展裡面其實大家知道 社區的經濟體系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也就是金融系統 那在金融系統裡面 我們其實生活大部分所理解的都是什麼 銀行 要不然就是郵局 這種大規定的全面性的系統 可是在台灣其實上存在的還蠻多 這種比較小型的社區的網絡 然後這樣子的體系 一直都存在這樣的一個組織 那所以其實我們就希望 如果有機會來聊一聊 到底我們現在目前居在台灣 大概三萬多家 這種儲蓄戶注射 那他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功能 因為我想其實很多今天來聽的人 這裡有沒有儲戶注射的聲音 沒有 我想其實大家聽到儲蓄戶注射 或儲戶注射會有一種 他到底是什麼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組織 聽起來很神秘 可是基本上呢 感覺他好像就有一點 很強烈的民間的那種 自製的那種角色存在 所以到底整個台灣 的儲蓄戶注 儲蓄戶注射或儲蓄戶注會 這樣的一個組織 就是在台灣長期以來 那其實時間蠻久的 在台灣這麼長期的時間 那你在整個台灣的金融系統 或者是社區的一個網路裡面 辦理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還有一些 到底這樣的一個體系 它是 它不會是品通發展出來 它一定有一個全球性的一個觀念 那在整個國際上的一個發展 到底會是什麼樣子的一個觀念 可以把台灣跟全球這樣的一個 組織互助的引擎連結起來 我想其實大家對於這一個 這種組織 它到底有可能的發展方案 都有很多的想像 那事故於此 我就趕快 首先就先邀請吳老師 來幫我們做四分鐘介紹 好 謝謝 好 謝謝我是吳宗特 然後很大的社會系 然後順便廣告一下 如果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可以來討社會社 或是非營利組織研究所 還贏非營利 好 我先提一下 為什麼會做儲蓄護社 儲蓄護社 儲蓄護護社 我在2008年 我剛到大一年 那是我教學的第二年 那一年的暑假我非常無聊 然後不是無聊 就是我覺得我應該要去 去做一些我平常沒有做過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 本來我的研究領域是 金融社會學 經濟社會學 然後我的博士論文 寫的是股票市場的 資訊流動結構 然後 反正只要有關於錢的 我都會想看一看 那時候就不小心接觸到 然後看到一個儲蓄社的新聞 所以我那時候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跑到花蓮 某一個地方去住了兩個月 然後在這之前做了很多功課 關於任何儲蓄護護社的功課 然後把那個證把它研究清楚 他的儲蓄社是如何運作的 那是我對儲蓄社的認識 所以裡面當然有一些研究 已經是十年前的研究 所以我非常非常遙遠的研究 然後 那這也是洪金書 金書他說 一定要 要講 我就說好 要講就講 那 當然這個主題 我後來有一些主題上的轉變 我從2010年之後 開始做生肌業跟卡戰 包含台灣的 唯一 就是消費者的債務經常條命 那時候就我們把它立出來 以及後續的修法 就是卡債組 所以你看這裡有更多 有關於錢的事情 那到現在 債務的我們還是繼續做 所以我有好幾個身份 白天 白天是福大休息的老師 晚上 要問社會企業 然後還有卡債的一大堆的事情 然後 我也是幾個NPO的發起人 好 那 這個主題我就直接進入 進入來講 我覺得在談儲物社的時候 大家都會感覺它很神秘 不過我都比較喜歡 從一些基本的問題去問 就是 要有幾個基本的 大家要想一下 儲物社也是那種錢 第一個就是要講金融是什麼 因為我們要提合作金融 我們就要先知道金融是什麼 那基本上金融就是借錢 金融就是一種貨幣借貸的行為跟系統 那一般說來 在借錢的時候有幾個 幾個 我們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抵押貸款 第二個是信用貸款 微型貸款 私人借貸 彈庫 標位 地下限裝 然後儲物社 那儲物社在全台灣的 它的借貸量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可能只有萬分之一 或百萬分之一 各位提到說 雖然儲物社現在兩百多億 可是各位很難想像 現在台灣的 以台灣的銀行的規模來講 可能都十十兆 所以儲物社是非常小 然後我們一般借貸可能十幾兆 其實是比較小的 像卡戰 卡戰的借貸於我們稱之為信用借貸 信用借貸就是無抵押貸款 抵押的原則是這樣子 我們說信用信用 因信仁用 因為我相信你誰 所以我可以借到錢 這就稱之為信用 那信用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是以物為信 這裡沒有寫 以物為信 就是你必須抵押某種東西 你才可以借到錢 第二個是以人為信 就是你這個人抵押某種身位位置 你就可以借到錢 比如說你辦信用卡 你有一個薪資證明 然後證明你有在這裡工作 然後你是公務人員 你這個社會位置 大家都知道 你比較不會跑是鐵飯 然後類似這樣 就是以人為信 那以人為信的貸款系統也很多 比如說私人借貸一個標位 就是標準的以人為信的系統 那這稱我們稱之為關係借貸 關係借貸就是以社會關係所展開的借貸 所以我們在說一個人的 我們會常說一個人的社會資本有多少 我們會估計一個人能動員的資本有多少 你只要問你的朋友 現在馬上騙他們 誰願意借我十萬 當然大家會覺得你是詐騙集團 就是假設你能有十個人馬上跟你回覆 你就知道在你的網絡中 你能動員的貨幣是多的 不管你要做生意或是你碰不到風險 你即需要錢的時候 你就能動員起資本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抵押貸款跟信用貸款 這是銀行的系統 銀行基本上借錢給人 第一個就是你抵押我什麼東西 那那個抵押系統就非常非常龐雜 就萬物可帶 你們在路上看到的是萬物可帶 連工廠的機械都可以拿來帶 然後股票也可以拿來帶 在券裡可以拿來帶 基本上那是抵押貸款 那信用貸款就是銀行裡面的消費貸款 所以相對來說它的風險跟利率 它會控制 那你順便回答剛剛有一個很有提問 當你的抵押股 越能在市場上換到限制的時候 它越可能把利率降低 可是再來這是銀行的系統 所以為什麼信用貸款的利率非常高 卡在之前銀法還沒修訂的時候 銀法還沒修訂的時候 銀法還沒修訂的時候 是22% 我們把它修成45% 我們要暫假自己一下 我們把它修成45% 等一下我跟你們講 出入社的數據 你們也會嚇一跳 那比如說像銀行的那個信用卡貸款 22%然後加上銀行手續費 那高達30幾% 所以它只要30% 2.5%就可以賺一倍 所以它就靠分賺錢 那私人借貸它的抵押也不一樣 就是我剛剛說的關係貸款 你跟它關係越好 信任越高 你們可以互相抵押的東西越多 那你的利率可能就越低 甚至是不用利率了 比如說 假設我有一個子子跟我借錢 我也跟他收利息 因為我認識他的媽媽 就是我的姐姐 那他也認識我的媽媽 就是他的奶奶 所以我們互相在一個網路裡面抵押 誰只要破壞不還錢 他就要破壞你姐姐的網路 所以他的利息是在裡面償還的 所以是這樣 人用人情償還 那基本上這是代表的精細 就是我們剛剛講金融金融 那除護色是第三種類型 它是同時以人為信 跟以錢為信的抵押力 等一下我會講 他如果以錢為信 那就是抵押的人 也抵押了錢 這個我後幾頁會講 那第二個如果要談社區金融 因為金蘇出了這個題目 就是社區金融 我覺得其實出這個題目 如果說非常要難 我甚至打不出來 我兩天晚上一直看這個題目 我想說 我要怎麼跟你們解釋 後來我就自爆自己 我就在裡面去查書 我就乾脆說 我不知道問題 我就問你 就跟你們 那社區是什麼 現在還有人在講社區嗎 一個大樓 一棟建築 是一個社區嗎 拜託管委會大家吵架 不是 高中生最勇敢 大家都會說是 因為其實 現在所謂的社區 已經不是以前那一種 以前你們生長的那種年代那一種 社區總體營造社區運動這一種 現在比較多是可能就是 兩個陌生人他們只是 雖然他們在同一棟大樓住 但是他們去工作 他們做的工作性質不一樣 然後他們彼此之間 他們也沒什麼交流 好 你要不要考慮轉到大師尉寫 應該說 這個是我從歷史上學的 好 你有沒有帶什麼做好錯的 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沒事 我怕你等一下就被拉出了 好 第一個社區是什麼 其實我想不清楚 比如說社會學在電視社區 現在有一些不同的觀念 它比較用網絡去定義 就是它是友人所構成的 以前是比較習慣 從電影區位去定義 這個村子的人就是我們社區 我們都要把它 我們要把它鞏固好 有一個社區的想像 可是現在 如果各位有在那種社區 就知道社區其實比城市複雜太多 社區裡面還有不同派 選舉的時候 真清楚誰支持誰 誰支持誰 我這個計畫一定會誰的 然後我一定不支持他 我支持誰 只要是誰我就一定去 那個社區 所以那裡其實有兩個網絡 我們會用網絡 可是有第三個情況就是社區 社區是community 那就是原來的想像 就是它可能牽涉到種族 可能牽涉到信仰 可能牽涉到更多的文化來頭 它有相同重疊的東西 使它成為一個特定的族群 比如說我們現在就是一個族群 我們都對這個族群有興趣 然後我們一起來參與這個主題的討論 我們可能就是一個族群 那第三個我覺得我也想不通的問題是 如果要問社區金融或者是主務社 何以主在 就是要問到錢的問題 誰要來借這個錢 如果你要做一個金融系統 它就是要借錢 那誰要來借錢 那我是念金融社會學 我們在做金融社會學的第一份就是 錢是長不一樣的 錢有雙面性 錢是一方面是花的錢 一方面是賺錢的錢 也就是所謂的資本 當然資本可以講很多 可是這裡我先簡單的講就是 資本是漲錢的錢 那貨幣是不會漲的 就是有人把錢拿來漲錢 可是有人拿錢來把它花掉 那其實在主務社裡面也有分 好第二個我們就可以在各順路點點去問 有關於主務社跟金融之間的問題 在做任何金融研究的時候 我們會提到一個概念 叫做金融勝鬥率 金融勝鬥率指的是 那個人民以及民眾 他能接觸到金融機構 以及取得金錢的比率有多大 我們稱之為金融勝鬥率 各位會在這裡 各位的金融勝鬥率 在這個地方金融勝鬥率都很高 各位只要有信用卡 有現金卡 信用卡也可以有儀管卡 你只要拿現金卡 或信用卡 你就可以去借到錢 所以基本上在一個城市裡面 金融勝鬥率可能是 百分之兩百三百四百 可是在一個偏鄉 在一個原住民的村子裡面 他可能是零 因為他那裡連一台ATM都沒有 他也沒有信用卡 這個就稱之為金融勝鬥率的概念 那在第三世界 國家裡面研究的比較多 但這幾年比較不被研究 為什麼不被研究 因為手機的金融工具 已經滲透到幾乎所有人 除了他不用手機之外 不然金融勝鬥率都很高 第二個就是 剛剛提過的消費性貸款 或是貸性貸款 這兩個稍微要區別一下 第三個 就是可知被鎖的 跟外在金融法律的變化 我們在做社區金融的時候 我會先提到一件事情 你的可知被鎖的有多少 當你沒有可知被鎖的時候 你借來的錢是 是要做什麼 可知被鎖的指的是 你賺的錢扣掉 你要付出去的錢 就是負債 剩下來的錢 就稱之為可知被鎖的 假設你的月薪是三萬 你要付的房貸以及學貸 扣一扣是一萬元 所以你的可知被鎖的是一萬元 當你的可知被鎖的是正的時候 你借來的錢 也有可能是消費性的 可是多數可能是生產性的 所以我們要看它的可知被鎖 能夠高 那這一點當然 對原住民就非常不利 原住民的生活體系裡面 並沒有漢人的這個貨幣行動 所以他們並不是用可知被鎖的 這種概念去生活 就是我就住在家裡啊 也許我只有三千塊的 原住民的年金 但是我其實住家裡不用錢 我又拿菜來吃 我自己種的菜 然後有人會送我東西 他有一個禮物巡邏的經濟 就我可能搞不好 一個月只要花到一千塊 去繳水店店就好 我雖然只有三千塊的 每個月收入 可是我一個月還沒剩兩千 所以可知那種的概念 對他們來說 並不是 並不是那麼實用 這是基本的 好喔 現在我們就來談儲物社 儲物社其實非常非常有趣 我在研註他們的時候 餓的時候非常痛苦 我很難理解 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儲物社的基本原理 第一個就是古今字 古今就是我每個月去存一千塊 然後我經過了 我一年可以存一萬二 我經過了十年 我存了十二萬 這是你的古今 因為它是合作社 合作社 在場有兩個合作社就知道 我們合作社是社員字 所以它本身就才是封閉式的 只有社員才能加入我們的金融活動 那合作社有不同的合作社 有勞動合作社 然後消費合作社 然後這個就是儲蓄互助合作社 那儲物社是以金錢為主的 消費就是買東西為主 就是現在最大就是祖父聯館 那勞動合作社就有很多 怪洋頭賣果肉也超多的地方 就是 但是其實消費合作社最典型就是 國小的地址 國小國中都會有自己合作社 然後我們不要叫什麼 然後睡啊 然後我們學生賣 賣礦麵給 老師賣礦麵給學生 然後老師自己 就一個福利人會救的錢 然後又是這樣子 不是啊 這個意思不好 顧工也有一個合作社 各位知道嗎 顧工合作社也超賺錢的 他們賣顧工的經驗品 一大推就一個攻擊一點 一臉搖緊 我覺得那個也滿不錯的 所以大家都說合作社不會賺錢 不錯 我覺得合作社賺錢多的 只是他賺錢不想讓你子彈 因為自大就會被拿走 我知道台灣有賺錢的合作社 至少差不多50個 但我別人跟你們講 我會去邀請他們 我類似這樣 我剛剛提到股金 股金就是我出的十年十二萬 那這就是我入股的股金 那我這裡有一百人一起加入我這個股金 那我有十二萬一百人 那我就有一千兩百萬 那一千兩百萬就可以放款了 放款 他們不是說放款 對不起 他們的概念是這樣 他們是有需要的人就來借 平常你借不到錢的人就來我自己借 然後他就可以放款給他們 那因為他要借錢他要社員 所以他要加入社員 可是分成兩種貸款 股金內貸款以及股金外貸款 股金內貸款就是借你自己的錢 股金外貸款就是借大家的錢 那股金內貸款因為是借自己的錢 所以他只會用成本價格借給你 股金外貸款因為很高 所以他可能用比較高的價格借給你 那之前十年前我聽到的那個 除物色的是將近十%左右 其實算起來也是高一代 如果認真把它講起來這個有問題 那股金內貸款大概兩%或兩%多 那很多人就很不甘願 說我自己存錢到這裡 我自己借我自己的股金 你還要收我利息 你是神經病嗎 我存銀行我還可以賺利息 為什麼我家裡有除物色 我存錢存在這裡 我借出來還有錢 那他就是那個當初合作教育人們做好 就是說這是你的股金 我們金身可能有多少錢 我們可以加入一個合作師的概念 類似這樣子 所以我們股金內貸款和股金外貸款 所以呢他才會產生雙重抵押 雙重抵押是什麼意思 因為除物色都是當地地方 地方一起有相同特性的人成立的 那是不是神經病關係抵押一次呢 比如說這個村子都是阿民族的 他就成立一個 那個村子都是泰雅族 他就成立一個 那個村子是天主教會 另外那個是同一個村子 有時候會有很多教會 他會依照不同的教會 成立自己的寵物色 他有相同性 以宗教為主一開始 所以他第一個是抵押你的人經關係 你不敢隨便就不還錢 第二個你有什麼東西被扣著 那個股金放在他手上 那他的第三個宗旨 那就是戶住 然後底層支撐 就是存續一次貸款一次 這是他的宗旨 當你慢慢存錢 然後你需要錢改修房子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 就可以把他借出來 股金內就把他借出來 但有人會用股金業的方式 就是退社 退社就不用借錢 可是以後你就要加入 那這種例子我也看過 好 這是大概大概的運作機制 那台北地區附近 最大的應該是馬街 馬街一邊那是教會 他大概八一多 最大的是台南 西毛 對 他有二十幾億 因為他那裡的天主教會非常發達 關係也很大 對不起我還去參觀 是天主教會 對關係是天主教 那個台南是長好教會 他們這兩個都是最大的 都是有二十幾億 那儲物社一開始演技是1963年 1963年 在天主教會引進 那為什麼當初會引進呢 因為有很多原住民 特別是原住民部落跟邊廂 他們會賣小孩子 他們會買賣小孩子 小孩子生出來就把它賣掉 然後賣掉 這個 好 這就是跳破 就是類似這樣 所以那個神父 或者是傳教師看不到就覺得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可是神父或傳教師又沒有能力 拿出錢來救他們 所以就引進了德國 在150年前創辦的 這個儲蓄戶組合作社 然後1963年 天主教會引進 就在我現在在上班的隔壁洞 隔壁洞大旁邊的行車的車庫 那個車庫就進了他們做那個辦公室 然後天主教信仰引進還不錯 1967年 基督教長的教會就引進 1985年 在台中正式成立中央協會 所謂儲物社 在1985年之前 基本上跟教會是一體的 也就是說 他要在 他的運作也是一體的 就是 天主教會做完米撒 之後 就是吃完飯 大家就來儲錢 借錢 然後長老教會 就做完禮拜之後 下午就來儲錢借錢 1985年 為什麼1985年 為什麼1985年才會成為中央協會 因為那時候沒有電腦連線系統 然後大家都用手記 那記記呢 可能掃記憶筆或漏記憶筆 那個原住民的阿嬤或阿公不知道 然後說 為什麼我的錢越積越少 或者是那個理事長 那個協會的理事長 把錢給先移到其他地方 就是這一切 好 那實際上這一段背景非常有趣 其實他從來都是非法 儲物社在1985年 完全是非法 可是 因為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是教會人士 假送你 女士 他是 女士 所以他覺得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所以就讓他用一個很特別的形式存在 他非法 可是他也沒有違法 然後 其實儲物社的錢會放哪裡 合作金庫 但這不是禮拜天 禮撒禮拜收完錢 錢不是放在他們自己 自己教堂裡面 是直接就存在合作金庫 或者是存在 在看各地區 存在合作金庫 或是存在什麼 土地銀行 有類似 然後土地銀行 他們怎麼領到基本利率呢 土地銀行合作金庫 又把錢放到央行清算 央行再跟國外買 債券 那債券有利率 利息 利息發回來給土地銀行合作金庫 合作金庫 再發給各地存款的人 然後給他們基本利率 然後他們再利用古境內 跟古境外貸法 去收回利息 所以呢 基本上 我聽過有一位派人說 出入社是台灣最大的社會企業 然後我就 我就只好下巴掉下來 我說 靠什麼蛙哥啊 不是 他這樣說什麼都可以是社會企業啊 對啊 國民黨也是台灣最早的社會企業 但是他很多的資產是透過很合法的方式解除 我不要討論這個問題 非常合法 不是不是 不行 我這裡完全歪了 歪了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並沒有對政黨認得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的經濟跟社會使命 合一的經濟體 就稱之為社會企業的話 這個世界上可以稱的社會企業的東西 太多了 可以練成這樣 那97年才立法完成 然後後來現在在走社區化 現在一樣在走社區化的道路 可是我又到這裡又打結 我中間在哲學的時候 又再一次說 我想 那到底什麼是社區 然後我就停在那邊 好 這就是 三個人當時支持的神明 那他們都過世了 然後我其實這一點很漂亮的叫 耶穌會 就是在天主教會裡面 被稱之為知識的教會 現在的教宗方濟客 就是耶穌會 他是第一個耶穌會的教宗 因為耶穌會的 我不是教人 耶穌會的教訓 那一個教訓就是 他希望他自己的傳教室 不要對全力有欲望 所以 到經過了幾百年 耶穌會到現在才出的第一個教宗 然後這個教宗 也是第一個都開聲明說 他對 在支持 同情人 然後 支持 教會人物的兩個 然後 當然 這是在 當初是在 在耶穌會內部成立的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差不多 各地的 各地的那個 儲物社 真相有點不清楚 好 差不多的儲物社 基本上 他的命 就是以 聖經的主婦 來命名的 然後還有幾個 是以神父的名字來命名 因為那個神父 過世了 然後 或是神父 他那時候 那 像耶穌會的神父 他們也會發默願 默願 就是我要死在台灣 他會說 台灣人是我的家 然後他們會埋在 彰化的 鏡山 就是有一個 彰化有一個地方 就是專門是 耶穌會傳教師的部員 他們就會埋在那邊 所以 每次我就會想說 這個比什麼害台灣 我覺得這些人 他們就說 我默願就在這裡 我就會埋在這裡 然後他們 各位可以看到 你看這是2007年的資料 我找資料 這張圖我現在找不到 我上出生的 今天上去找找不到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2007年的資料 對不起 有點久 可是 跟現在我看到 以色表的人數 沒有差很多 各位可以看到哪裡最多 花 台東 台北有多少 幾千多人而已 但是色表的人 有少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談 金融測透率的時候 可能要再切割 他是 金融機構 正式金融機構的測透率 還是 儲物社的測透率 那儲物社的測透率 那儲物社的測透率 等一下張老師會稍微提一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幾乎 儲物社都長在 非常偏僻的地方 花蓮 台東 是最多的 好 這是我去的 我住的那個地方 我覺得 很多人住民的部落 都長這個樣子 就是一條路 就穿過一個村子 如果有人 扔住了這個地方 我覺得都太厲害了 其實我有很多照片 我只故意放這一張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這一張 它是一個 一個箱 花蓮的一個箱 它有四個儲物社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它才八千人 它人口才八千人 然後他們還有 農會跟郵群 它有兩個郵群 說如果 金融滲透率的話 其實這裡比較高 這裡是百分之好幾百 儲物社的滲透率的話 這裡也是百分之好幾百 每個人都有 沒有沒有 只有百分之百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只能加入一個社 我跟各位解釋 為什麼他們只能加入一個社 這個A社跟B社 一個是展覽教會 一個是天主教會 所以你不能不敢 你加入兩個社 那是一個非常 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個D社跟C社 這裡就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D社是一個 它也是天主教會 然後這個C社是一個很奇怪的 國小老師組成的儲物社 其實我們都是國小老師 然後我們都在這邊 半大花蓮都教了一二十年書 然後我們看到小孩子有需求 同事們有需求 就設立一個 以導師為主的儲物社 就我剛剛說過的儲物社 它有封閉性 它的封閉性會有不同的屬性 第一個就是宗教 在台灣是宗教 第二個是族群 有時候他們也會因為 他是什麼樣的族群 而成為一個聖 老是也是一個族群 類似這樣子 那我們常常會說 會說儲物社會有三位一體 是最保險的 第一個就是你的宗教 你的宗教是一致的 第二個你的種族是一致的 第二個你的種族是一致的 第三個你的虛位有致 這裡虛位就有不一致 如果這裡只有一個聖 它三位一體 雖然這是聖經的典故 如果這裡都是天主教徒 都是阿美族 然後都住在這裡 它三個條件 只有 它就會非常強烈 最典型的例子 是司馬故事 它地底封閉 它同一個族群 雖然有長老教會 跟天主教會 可是他們是居住在不同的村子 所以他們的想 他們的凝聚力 團結就非常強 可是一體兩面 一個刀子兩個一面 音樂團結 也就會守住一些舊的東西 可是有些舊的東西 在我們看來 也許並不是好的東西 就是很多東西都一體兩面 所以我們很難去單元論 說我這件事情就是好 團結的真度一定是好事 最團結的經濟體是什麼 黑道 黑道最團結 我為了我的兄弟 你也可以不持一切代價 去看對方 這次稱之為團結經濟 道德經濟是有道德性的 就是let's job 所以這是簡單的 簡單的 各位可以看到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們的滲透率都很高 第二個 他會跟著神父跑 神父跑到 從一個箱 跑到另外一個箱 那個所有的教員會跟著跑去 因為他信任神父 神父不會吃他們錢 而且神父如果賠錢 他會用他的錢 自己捐出來 但是神父又沒有錢 你知道神父沒有錢嗎 這是基督教會的 傳教士跟天主教會的傳教士 有不同 牧師是飲心水的 神父是薪水要捐出來的 所以神父每個月 要跟教會 你用錢 所以神父跟你用錢 然後我給了 就會找說 教友們 我把他們捐給人錢 幫助我 那邊是這樣 就拿個袋子 給大家收錢 等一下袋子準備好了 然後他們要定期 他們鼓勵他們定期 存到一筆錢 他就不用換小孩 不用 或者是他們要耕種的時候 就有錢可以買或蓋房子 他們要為關鍵就是借自己人存 雖然利息比較高 可是大家可以互相幫助 可是這是 我自己的定時間30分 因為我可以 如果這樣子講 我通常都講 講半明天 這個我可以講 一個小時 四個小時 然後他還款 他盡量不用強制的方式吹款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初務社裡面 很少看到強制的行 近年來有用 近年來有用強制之行 但是以往幾乎不用強制之行 可是他的危機 就是他的風險 他的待戰 必取放管 就是六個月 六個月以上沒有還的 高達人還是38 如果他是適用盈安法的話 他早就慣了 可是他沒有慣 為什麼 因為 對 然後第二個他的成本 非常低 他的可能 他的辦公室都是在 教會旁邊建的 或者他自己外面有的房子 是當初買的 所以他成本非常低 然後因為那個人工濟漲 所以人事支出也很少 除非是大的教會 比如說像什麼光復 錄裔教會 長老教會 長老教會也有很多系統 大家都覺得教會是一體的 沒有 沒有 他還有分裂 在不同意 上次 沒錯 像同信這個東西 對 長老教會就撕裂非常 不只長老教會 各個教會都會失業 中南部跟北部 不要說他們 我們自己都有一個分裂 好 這個剛剛講過了 跟其他金融機構差異 可是儲物社在全球的發展 實際上一直在變化 那以美國而言 我忘記帶美國的照片 我要參觀 美國好多儲物社 美國走的是銀行化 因為美國的地理區 會非常僵 僵域 非常擋地 而且銀行都一直併吞 所以他們覺得不能再 首付原來的地方 所以他們會好幾個 主務社聯合起來 然後做合作社 類似銀行 但是他們還是合作社 cooperative 他還是合作社 可是基本上他的運作規則 都跟合作社 都跟銀行一樣 他有信用卡 有ATM 他也可以貸款 然後但是唯一的特點 就是他是封閉式 他只可以設有 可是在全球在愛爾蘭 愛爾蘭是一個特異 英國實際上也壯大 英國也是走向銀行化 然後英國的 在裡面 就愛爾蘭是非常特殊 愛爾蘭是縮小 反正縮小歸濃 我要在這個社區 我狗部在這個社區 一定以江界為主的社區 那台灣的模式 我覺得非常不一樣 台灣是一個以宗教 跟族群為主的封閉模式 那地理上還沒有形成將近 各位如果去看那個合作社的成員 其實很多是其他鄉 他會跑來這裡 因為他信任這裡 信任這個教練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模式 是宗教跟族群的封閉模式 好 那要提到社區金融 我覺得未來如果要形成社區金融 以及某種項 就要用武士的微型貸款 你就用武士的微型貸款 在台灣就要幹難做 難做的原因是資本文卡 就是我們帶20塊美金要幹嘛 就是我們現在如果要做個小生意 可能就要帶30塊50塊 我們不可能帶100塊美金 100塊美金 3000塊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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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什麼都不能做 對不起我這樣說有點過分 所以我覺得那個我就不去討論 德魯士的微型貸款方式 就是我覺得如果要形成比較有規模 第一個就是要有中間社會道德團體 什麼叫社會道德團體 這個是我們有某個社會使命 然後我們去把其他的人連接起來 這稱之為中間社會道德團體 如果缺乏這個中間聯辦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去支付不合理的金融主持 各位可以看到主入社其實是 是不合理的在虧錢 他是把官徵的內地化 就是他用人去吸收 用這個族群跟宗教去吸收 他的虧損或是不要去賺錢 所以必須要有中間機制 第二個他的價值觀 要有某種特定的價值觀 非經濟之上的共生概念 第三個我們就要去找 那那種團體是什麼 類似這樣 我覺得那是重要的 然後好 這是我對未來的看法 我覺得如果出租車要發展 就從比較大的時間相度 跟歷史相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他還是有社會經濟的產業的支持 他如果沒有社會經濟產業的支持 人還是會跑掉 他因為要借信用卡的錢太容易了 各位可以去調查一下 村子裡面的年輕人 原住民部落的年輕人 誰會去存儲物社 因為單單是錢領那麼不方便 然後因為要殺下班時間才能領 可是我有銀行卡 多方便我差了就領 然後我去借我自己的錢還要不運行 就完全不符合那個經濟效率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還是要有社群經濟 還有社區的產業 沒有那個東西 那個只是把老人的貨幣存著而已 存著都是貨幣 然後第三個社會企業是不是 我畫個文化 主要是因為大家對社會企業的定義還在爭辯 所以還很模糊 但我覺得不急著把社會企業說 他就不好 我覺得那個太單元頓了 就一個東西的好怪 他沒有那麼辦法那麼快的判斷 然後第四個我覺得 維新保險絕對是 除去募住的工作社 一個很大的利益 他辦這個業務一定成功 而且一定他的產生的效果一定很好 因為大家比如說窮人 但是我們沒有很有錢的人 我們去集合起來去投法 那現在那個中央物業做得不錯 第二個我覺得 為了我們成立社跟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定是跟社會企業會結合 不可能不結合 以往都是把它切割 比如說一個老人沒有錢 一個小孩子沒有錢 在現在這個體系 社會體系跟以前不一樣 我們現在有綿密的社會企業系統 其實派一個社洞進去 可能都比派三個社員進去 對這個社區發揮的社會效率是更高的 所以一定會跟社會企業起來 那第三個就是合作經濟的狀態 就是主婦聯盟要不要幫出來幫助其他人 大的合作社要不要出來幫助其他人 主婦聯盟大概只做太陽的電板吧 主婦聯盟對不起 我知道 我是社員 我是社員 我在想家一個應該是什麼 而且我今天早上只去買牛奶 高低下我就沒有買 我有綠片生長的作社 對 對 對 好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議題 生長的作社有點像捐款 然後丟外面的板子 一個月可以幫 頭一萬塊 還可以幫我穿以前的 你會丟哪裡 沒有 這個我不再好好想想 我們要有社會中介團體 好 就是 大家要常接觸有那個價值觀 那第四個我覺得 它必須跟現代金融體系合作跟對抗 因為是現代金融體系的科技 跟它的各種發展進步的太快了 我們不可能一直在那邊手寫記帳 我們應該有個中央的電腦系統 我們應該有一個到處連線可以看得到 P2P都可以借的那麼好的 為什麼我們做收益子還留在記帳 記帳 記電腦不能連線的狀態 難道我們不能賣一個信用卡嗎 即使它是debic卡 或是現金卡 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呢 我們台灣雖然 不太可能行程銀行化 剛剛那邊有問題 太小了 不可能銀行化 因為它的固定層也不太高 至少中央百三百億 可以行程的威油化 然後接下來要借卡再實在太容易了 我只要去拿一個信用卡 我只要一刷 這個三分鐘內就借到錢 而且是借到你薪水的好幾倍 我們現在有規定 不能借超過月薪的22倍 還有都市原住民的人口 他們實在他們衝擊是更高 他們很難加入的做事 然後新助理這個組織 現在已經有五六十萬 那他們應該怎麼辦 好 最後我告一下 這就是我們經過了十年的長期抗戰 才把那個卡戰做到今天 申請的通過率跟日本、美國相見 好 以上我就先簡短分享到這裡 謝謝 好 謝謝 最後一段 這是我 這是我那年 2008年 在聚花園 每天天在我牆壁上有一句話 這是菲林寫的 他說 我一直在從事反抗未來的工作 讓廣大的民眾 在社會 政治 和經濟方面 免於受到重創 及至於死定 這是菲林寫的 這也是我當初 會去做我做事的研究的起心動力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菲老師 各位 你是炸死的上來一課 對不對 不過剛剛 菲老師確實抬到了很多 有關於出色的一個特殊性 比如說他強調是一個關係基隆 可是 我不曉得各位 另外關係基隆有沒有想法 我的想法是 那關係 是會消滅的 那這個組織 我們攜帶他們的程度 它是能夠持續的 那這兩個之間 是不是有一些衝突 大家要怎麼樣去處理 我想這個就是 很實在的一個組織實力運作 必須要對 所以現場來了一個 很奇怪 剛剛老師這樣聽起來很悲觀 可是又有人偏偏不吸血就跳坑了 而且還跳了蠻大的一個坑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歡迎 東華大學的張秋文招老師來談一看 他們的一個 目前的組織狀況 為什麼要去做這一招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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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老師的介紹是比較從一個 general的概念來看 儲物設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那我待會的介紹呢 會用案例式的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東華成立了一個 儲蓄物負設 它是什麼 那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其實儲物設在台灣能建築很低 我們在座剛剛好像只知道 有一位是社員 現在多了一位 因為剛剛遲到 還有一位 OK好 那加起來沒有超過五個 包括我在內 好來 那什麼是儲物設 剛剛其實已經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其實儲物設裡面有一個重要的概念 叫做共同關係人 那共同關係人的規定裡面 基本上在國際上面有幾種方式 一種是地緣性 也就是剛剛跟我們主題 比較有關的是所謂的社區 我們是這個小鎮的人 然後我們有地緣性 於是我們是共同關係 那第二種呢 是那個職遇 例如說我們都是水電工 或者是我們是某某工會 然後於是呢 我們成立了一個儲蓄物負設 我們是會計師 我們成立一個儲蓄物負設 那第三種則是 可能是比較宗教 或者是社群性的 例如說我們是某某教會 或我們是某一個家長會之類的 那個都可以 那因此呢 那個共同關係人這個概念呢 它等於是會綁在剛剛老師提到的 某種程度是以人為性的那一塊 把它綁住 把它綁在一起 那我等一下的介紹 我可能會換一個角度來看 也就是說在一個 大家一片都不是很認識的一個金融機構 一個金融單位 那我們為什麼會想要去成立它 這是怎麼一回事 某種程度是叫做自己跳坑這樣 而根據統計 全世界的儲蓄物負設滲透率 也就是說 每100個人裡面 有多少人參加儲蓄物負設 平均而言大概是9% 不高 那是平均全世界 但是以美國來說 超過50% 100個美國人 有50個美國人 他有加入儲蓄物負設 那加拿大好像數據是更高的 OK 好 那台灣是多少呢 因為台灣在儲蓄物負設 立綁之後是1997年 所以我們1997年 啥的數據 2% 感覺很好 看那個9% 有一段距離 很不幸的是現在是2019年 現在不到2% 縮水 也就是縮水 滲透率低 那這個滲透率低 其實我個人就是一個案例 就是我第一次聽到出去 入讀設是2012年 聽完之後 我說那個可能是騙人怎麼可能 可是 因為來演講的是 我的認識的朋友 他請來了一個立法委員 所以呢 他可能不可能騙人 那到底怎麼可能有這麼好的事呢 那我聽一聽之後就 反正就忘了 剛剛我的事 2014年的時候 參加一個全國婦領會 然後全國婦領會裡面呢 我就等一下會 簡單的秀過去 然後就遇到一個 儲蓄物注射的幹部 他在儲蓄物注射裡面 服務很久 然後我就突然間想起來說 好像有聽過這個東西 讓我來問他問題好了 結果他就坐到我隔壁 就問了他兩小時 問完之後說 你不太好了 那於是就 開啟了我後面的一個故事 那我會先講一下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沒事要成立 我沒事要成立主務生 然後打輸 那為什麼是打念書 欸不是我的輸 我喜歡幫朋友們打輸 我打輸我都看過 欸就是 我們在達到崩世代 提到說 我們台灣現在的一些 社會經濟狀況 而這個社會經濟狀況 跟政治有一些連動 那這件事情的嚴重性是什麼呢 他已經嚴重到一世代的問題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圖 這個其實是一個劇照 那重點是下面這兩次 2017年呢 台灣非典就業 人口超過80萬 那看起來好像還好 可是我們如果看這個東西 就會比較可怕 好 以2014年的概念來說 我們關心了一個點是 在非典就業裡面 這一塊是畢業生 你擁有大學學歷的人 他的非典 他竟然佔這個人這麼高 在非典就業裡面佔了三個職業 也就是說我們花那麼多錢 培養大學生 於是他要進入一個非典型就業的事 然後呢 他的工資是低的 他的工作是沒有保障的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就會懷疑說 那我們為什麼要受高等教育 或者是我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在高等教育上面 這個問題其實是嚴重的 那這樣的情況 是從數據看起來 事實上我們自己在大學裡面 所看到學生命名的問題呢 其實可能會更艱困一點 那這裡面就會說 那我們的既然要封世代啊 然後要很非典啊很可憐這樣 那我們就每天認真就好 沒有 現在已經不是這樣 每天工作16小時 45年後就會超越 事實上我看到這一句話 第一個反應是 如果我這樣做 我的家人可以領到保險金 然後你是要記得去投保 這樣就領得到 不然會還是領不到 所以這件事要注意一下 那保險也是理財的 另外一千萬要注意 好 那所以到底怎麼辦呢 這個地方我們提到 因為剛剛老師有提到 很多關於金融的一個部分 我講的比較實務型的 這個圖呢 是我去年在上課之間剛好看到 因為我很喜歡看錢 剛好照片裡面有錢 我就趕快看一下 結果看了半天之後呢 發現他其實是一個業配文 我以為他是報導 理財報導 所以他是業配文 他講了一件關鍵的概念 就是說他要廣告的東西是什麼 全台灣這個2018年的數據呢 全台灣有8200人 他擁有1.5億這樣子 那我們在座所有人加起來 也沒有他的實證資金 那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是在於說 我們的金融服務裡面 他其實朝向一個兩端的發展 特別是他們會發展很多很厲害的金融服務 給那些很有錢的人 然後呢 但是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那些沒有錢的人 就變成卡在一起 這個就吳老師的專業 好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狀況是 2018年有8000多人 有1.5億 很想認識他們 但是呢 他的前一年呢 我們光看領月薪的人來說 好 有305萬人 他是屬於壽星階級 但是呢 裡面大概就是 百分之三、四 就是在壽星人 有不到3萬塊錢 那賺不到2萬塊的 有40萬元 如果這些人住在台北 他就死定了 比如說你光一個月的房租 我的學生在台北租了一間亞房 8000多 亞房的概念各位可能很清楚 就是未必設備跟別人共用 然後8000多塊一個月 可是他薪水才3萬多元 那我們現代人呢 都還必須要有手機 你有手機還必須要上網 所以你每天每個月 你有多少固定支出呢 是會花在這裡 於是你就是月光主 那這種情況呢 其實有點慘 如果說我們的商業銀行 他很喜歡或者是特別 針對於高資產的客戶 去提供所謂全面性的服務 他全面性的話講得很清楚 是只有教你滿代基金或保險利用 包括你怎麼樣的避稅 包括你怎麼樣的去處理你的避產 等等整個問題 那個東西就是很高深的問題 就是我們那種沒有1.5億的能力 OK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那對於我們這些一般人來講 尤其是那個月薪不到3萬人 可能他要怎麼辦 他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基本服務 這是我們關心的問題 那這一群人裡面其實有定比例 是來自於大學畢業生 尤其是剛畢業的學生 大概可能現在可能有 找到工作的時間 隔壁鄰居大概有沒有辦理上 那這是我們關心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們就回到我們 在學校所看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那些生活入屋敷出的人 大家想到的可能是 啊我們就隔壁鄰居生活入屋敷出 誰入屋敷出 從來可能不會有人想到 學生的生活入屋敷出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根據我們的分析其實在於說 在我們華人社會 學生就是一個不是獨立的問題 沒錢是不是 找媽媽啊 那個機車拋嘛 打掉你的爸爸啊 就好了 有沒有 那學生要養家啊 有嗎 這是我們目前大部分的人的認為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教學現場 確實有看到一種情況是 有一些學生他的父母親可能 現在經濟不好 領多幫你付學費了不起 現在也不付學費 對 因為可以學代 所以你就大學畢業之後自己去管就好 所以我沒有管 那以後利用錢呢 看情況 我有學生沒有利用錢的人 所以他曾經在大二的時候 一個禮拜只有 他跟我說一百塊的火食費 一個禮拜百塊 然後我就 這個怎麼辦呢 一個禮拜 那我就 因為我知道的時候 還是不異業就足夠 我就問他 那你認識我怎麼活這樣 他說 好像簡單啊 買吐司 然後要買最大條的 然後呢 因為吐司很難吃 所以他要買那個果醬 或牛奶 嗯 牛奶太貴了 喝開水 那只在講東西 然後我就會把它分成裡面 好 那就 反正 那你的私親可能比較多一點 好吧 然後就是每天這樣吃三餐吃 那你說每天吃 這個怎麼夠呢 當然如果我們學生很聰明 他們會很認真的去報名一些 XX中心的講座 因為學校都會有一些什麼中心什麼講座 然後今天找誰來講 誰找 他也會怕沒有人嘛 所以都會給午餐 他每一天都會去報名 然後每一天去報名呢 他一定做到我 你說他其實只是吃便當 對啊 他吃便當 對 可是他一定會從兩個小時做到結束 才離開 一方面裡面可以做人機 可以吃便當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做到結束之後呢 他一定會跑去問那個助理說 有沒有生了便當 有剩兩個那我可以戴什麼 可以 我們學生是這樣過自己 當然不是全部 但是我認識了不幾個人 也就是說到處去聽講座 其實不是為了求知 是為了理辯吧 OK 好 那這裡面呢 我們通常關心的學生 是會擔心的是 經濟弱勢的學生 經濟弱勢的學生 經濟弱勢學生 要在社會部的定義有七種 例如中收 中低收入物或低收入物 或者是特殊禁慾家庭等等等 有七類 這七類裡面 是會納入社會福利的系統裡面 教育部會編一些預算 然後來支持他們 他的學費可以減免 然後呢 甚至他如果辦學貸的話 他的學貸是利息是很低的 有一些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那個中低收入物 他都有一個標準嘛 多少萬 那假設我的剛好家庭年收入 剛好多了一萬塊 我不要多一萬 多一千塊 於是不是啊 那我會比你有錢嗎 好像也沒有 OK 所以呢 這樣的情況其實 是進入到那個系統裡面 受到照顧的學生 那我們更關心的是 那學生能否有經濟弱勢怎麼辦 也就是說他可能 不是來自於所謂貧窮的家庭 但是其實他可能做得不夠充裕 他怎麼辦 那怎麼辦呢 那誰交轉 他就說他跟爸爸跟媽媽 但是我們確實有些學生 他讀到大學 他說我不要跟爸媽媽拿錢 我說為什麼 你不會期望嗎 不會啊 可是我覺得我長大 他就這個時候 那個鼻孔飛好上下 就是我覺得我長大了有沒有 所以我不要跟我爸媽拿錢 我覺得我要靠自己 這件事蠻重要的 但是要本事 為什麼他就要打工 我的機車壞掉 這台車是我 各位都留給我的 壞掉了 我不想跟我爸媽拿錢 我要自己赚 所以他就低命打工 然後上課的時候 我一點點就不見了這樣 為什麼 因為我要打工 那我們就會想說 那你現在到底是 當學生重要還是打工重要 然後我就沒錢嗎 可以從高山下到 就放暑假的那段時間 你就可以開打工 甚至你就可以去參加一些 講究去認識不同的 那是你高山下打工 不夠你花4年嗎 當然我沒有需要花4年 像我就是 我會去 像我之前有參加 我會去我自己的例子 像我之前我參加氣候變輕 我會是有流行 然後我其實當時就認識很多人 甚至說我現在還有在 在很多地方裡面 我去參加一些 還有關注各種議題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剛剛在講打工 你在講關注議題 不是 你關注這些議題 沒有辦法讓你賺到錢 這個先等一下 會有一些 會有NGO 他們會有一些 會釋出一些東西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些 實習的機會 這個勢力會 你懂得很放長些人 好這個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可以怎麼做嗎 最近我就調到議題 好 所以我們會發現有些人 他可能不想靠爸爸 不想靠爸爸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靠爸爸 都不靠爸爸 因為像整理經濟 有些變動 那 用吃蛋都會講 OK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那怎麼辦 那有一個廣告 大家可能 年紀跟我差不多跟聽過 就跟家人借 我也是家人願意借很多少錢 那個家人 我是指這個家人 他願意借也靠錢 OK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試算表 那試算表太複雜 如果有興趣 可以 因為我們在學校交金融的 一些小概念的時候 會提到 那我們先不管這些東西 我們那個 跟銀行業有關的所有東西 一定要注意這件事情 只要字很小的 一定要拿重大金牌 我幫你幫忙 家人不會借給你 如果你是學生 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年收入 大股台幣在10萬以上 而且你不是 附近收入的商量 當你缺錢的時候 如果涉及到借貸 這一個部分的話 你沒有一個系統 可以去接 唯一的一條路 那就是信用卡 好 那不過現在有個好消息 因為我有個學生跑去辦 就是我雖然很窮的學生 他跑去辦了信用卡 我就很擔心 我很怕他變卡在 卡在主 然後變卡 然後從此以後無法翻身 我就很擔心很擔心 所以他說 是 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要出國 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是學生 他最多只有讓我刷2萬 我賺都只這些 讓我刷2萬 那不過我覺得 這個對學生是個法障 對一下分別 好 那我們必須思考一個問題 學生不缺錢嗎 我們有聽到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狀況就是 很多所謂的大人們會認為 當學生能缺錢 缺什麼錢 你曉得還要註冊嗎 可是我的電腦壞了 電腦又壞了 欸 那可是電腦為什麼我弄花 他就這麼多啊 學生會不會缺錢 但是學生的缺錢 這也是基本上是被忽略的 我今天是大學生 我跟同學一起度過了快樂四年 我們現在去秘魯 大家都在講 我們要去關島啊 還是去香港啊 結果跑到老半天 我可能只能去綠島 他會去關島 我去綠島 然後同學要去香港 我只能去南港 可能會出現這種事情 我遇過一個更尷尬的問題 那個是真正的事情 就是在另外一個 某個學校 不是我的學校 是另外一個學校 因為我先生在另外一個學校的任教 然後呢 他們有一個學生 因為家庭突然變入一個關係 所以需要跟學校申請那個救難經驗 後來呢 一個學期結束之後回來 然後呢 欸 這個學生他竟然申請要去出國交換 我們通常聽到學生要出國交換 正常情況都很高興 很好啊 就是你想要去開闊線 很好啊 去啊 但是呢 那個學生有點倒楣 因為他遇到的市長比較特別 在信務會裡面開會說 欸 這個張崇維呢 像裡面窮成這樣還要出國 這個時候我們會想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難道窮就不需要有獎勁嗎 所以很多時候為什麼所謂的貧窮 會讓這樣子的一個貧窮的狀況 會讓他越來越跟社會有保持距離 事實上就在於我們對於貧窮 已經貼上一個標籤 某一種道德化 或者是某一種你應該如何的標籤 所以呢 於是會造成他跟社會會產生一定的距離 我們再看一些 我們應該拿另外本書加成 談到的問題其實 他後面談到的一些很人性層次 很社會層次的就在講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常常會對學生族群貼上這種標籤 沒錢 沒錢為什麼要買 沒錢為什麼要出國 沒錢為什麼要怎麼樣 就叫你沒錢 反正你就乖乖待在家就好 可是事實上如果這是他的一個機會呢 如果他有可能因為這樣而改變他的一切想法呢 但是我們只會說你們以前就不要亂想 好 那所以我們想到的問題就是 他很快就去刷卡 可是刷卡就有問題了 我們現在在專家前面說到這個東西 好 這個就是卡債的狀況 他可能沒有欠佔他還是有還 那我們會看到他還的利息 跟他應該付的錢 到底佔我來分比多少 按照法規喔 如果你那個放款利率超過12% 應該沒錯 放款率率超過12% 年利率超過12% 你就是高利帶 但是呢 如果你不信進入一個信用牌的循環利息 而且這個還是循環利息的 你可能還有一個狀況叫做違約金還沒算進去 你把它算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那利息比高利帶還高 合法 有一次我在英國刷卡 然後呢我太晚把錢搭進去 結果我就 欸晚了兩天就被扣了循環利息 那我怎麼算循環利息 不可能那麼高 為什麼三四英鎊 我才收到多少錢而已 而且晚兩天而已 為了這件事情呢 我打電話去平衡問 但是我的英文不好 他聽不懂我我聽不懂他 我知道英文沒有辦法 我說那你幫我問他 到底為什麼會三四七英鎊這樣 就要問完之後他跟我說我沒有辦法幫你處理 我說怎麼會這樣 他說我沒有死 就是因為有違約 也就是說我們繳的錢裡面 其實除了我們有喜歡循環車 還有違約金 我那個三十英鎊是比我的歷史還要高 因為我沒有按照一定的時間去繳錢 所以呢務必請各位 你在簽任何跟英文有關的東西之前 很小的資料看進去 所以呢我就付了很高很高的金額進去 OK 那這種情況呢 事實上我們年輕人消費有時候會有點 不小心就買了很多東西 那於是你後面如果 完不起的情況 你就進入那個循環 那你就很慘 對 好 所以這似乎不見得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除非你夠理智 像我們等一下 或許可以請我們的 一位經濟系的同學分享 他如何利用心 好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在各方面的層次裡面 大學生 他在經濟主性上很辛苦 第一個在文化層次呢 那你多是不是領你用錢 就是靠爸爸或靠媽媽 你多回家看到阿公阿媽 抱他一下阿公阿媽很高興 多給兩千塊 好 那再來是制度層次 制度層次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不管你是助學津貼 或者是助學貸款 在制度層次裡面 學生身分是跟家戶經濟綁在一起的 也希望他會看你的家庭免收入 那時候我們都很習慣這種事情 我後來查到在外國英國或美國 他們學生去貸款是看學生自己的收入 因為他們可能從高中的說 因為他們其實他們 像他們國小到高中 其實他們的那個放學時間 甚至他們能夠自己去掌控的時間 是比東印加亞地區的學生是還度非常 那上課時間跟代理等等關係 可能有 可是他們有更多的時間 他們是可以去打工的 不是這樣的狀況嗎 來 什麼狀況 個人主義 OK 也就是說 因為他們是個人主義的情況 所以呢 那是你的事 你要讀大學是你的事 那家人可能會支持 可是家人不一定要支持 就是自己的 那但是在我們的文化裡面呢 你要讀大學 那是爸媽父親 可是如果要招高了爸媽父就好 那就代管他 OK 那可是代管的情況 在我們的法律裡面呢 我們法制裡面 又會綁回跟爸爸的邁起 就會產生這樣的情況 跟家庭會綁在一起 這種情況呢 可能在座如果有那個社工的朋友 我們可以趕過來想另外一個狀況 因為我遇到另外一個情況是趕過來 我表妹在法國 結果我的阿姨 因為她後來中年失業 然後她要去申請了父母 台北市這裡父母的一些國族 一查到 對不起你不能參加 她說什麼 你沒有在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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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那反正後來她就沒有辦法取得一些支持 OK 所以這裡面就有點不外異 是在制度層次 裡面在我們法律社會裡面 她會把個人跟家庭綁在一起 所以呢 如果你要自己去申請 那你用你的辦法 因為你就 就這樣子 它有一個層次呢 是很尷尬的層次 那我都沒有辦法 我爸媽會給我利用錢 或別人購入 我就愛花錢怎樣 然後呢 那我制度又不行啊 好 那我打工好不好 很好 打工的情況 我們就進入另外一個系統 那就是 我們在談論在 勞動市場的一個狀況 那根據我們的發現呢 其實在勞動市場裡面有很多弱勢 其中弱勢中的弱勢叫做學生 OK 2016年的時候 東華大學有一批學生很好玩 他們就說我們想要了解一下 東華大學打工的狀況 他們做了一個新資地圖 新資地圖 調查出來說 他現在是還不可思議的 但其實今是120 可是學生只能拿到85名 這個其實很多層次 OK 好 那我們要問的是 為什麼85塊你要收 你要接受 為什麼你願意接受這個85塊的薪水 如果應該應該你擺我 我會跟學長 你不要去不要去啊 老師說 他們說 很多種很好玩 所以我講 老師說 很好啊 因為台灣的教育 他們 因為在台灣 在東亞 應該不是說 台灣像在東亞的確有教育 是教你福仇 沒有教你什麼是獨立思考 其實這裡面有 這裡面有蠻多層次的 像在德國教育 他們的父母是 他們的教育是 他們不用交流 我們待會有交流時間 我們再來討論這段 好 另外一種情況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用經濟區位的概念來說 有一個很辛苦的地方是 東亞大學的鄉下 旁邊只有一條街 我要打工 你不然就在我這條街嗎 那你不然就進市區 不然你跑遠一點 花你們留錢 學生會算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情況 都蓋在一起 所以那我其實好接受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情況是 我們後來調查到 有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學校的公股 其實大學裡面 也提供很多公股 有幾個什麼TA啊 什麼研究助理 但是呢 在20應該是16年吧 之前那個台大的學生團體抗議 所以呢 要把助理 而且是那種兼職的人 助理 把他納入勞健康 勞務行的狀況之後 那這件事情從勞權來講 感覺是好事 但是回到教育現場 或是時事的現場 出現一個難題 因為預算就那麼多 如果說我們要把人事費 要抽一筆出來 投保納入你的勞健保的話 等於稀釋掉 因此呢 那學校必須計算之後 所以我本來可以訂五個人 每個人一個月可以有五千塊 現在不行 因為後面勞健保成本太高了 所以呢 我不能訂五個人 我聘兩個人 我一個人讓你賺五千 所以呢 集中了之後 其實每個人賺兩千 大概都過不去了 但是現在情況是不行的情況 那使得那三個人就會推出去 推出去就會進入到 我剛剛說那個 比較糟糕的勞動市場 好 那進入到勞動市場 還有另外一個可怕的情況就是 剛剛的情況是老闆對我很好嘛 我老闆給我三名字很好 還有另外一個情況是趕過來 老闆會說 唉唷 笑人欸 學生 學經驗比較重要 沒有 好 所以這裡面變成一種 充滿了文化型的論述 各種文化論述在裡面 我們會造成一個狀況是 我們會發現說 學生在一個勞動市場面 他成為邊緣中的邊緣 那會更辛苦 而他們根本不可能有工會 不過也沒什麼用 欸 現在正在大陸 OK 所以他們不可能有人替他發聲 甚至所有的大人們都覺得 這是應該的 為什麼 你就 學經驗啊 你就好好待啊 累積啊 好 好 那所以呢 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第一個情況是 學生身分 他本身是經濟依賴 因為他並沒有辦法有全職工作 再來一個問題是 他在金融上是被排除的 可能因為年齡 可能因為他的身分 他在金融體系裡面是被排除的 好 講到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們從這邊都會收 為什麼我們要在東華大學成立 就在於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組織 可以讓學生更輕易的 如果他需要周轉的話 他可以有尊嚴的周轉 不需要求別人 OK 那這件事情是我們背後關心的問題 如果青年貧窮化變成一整個世代 一起變成經濟弱勢的話 那這件事會很可怕 那會只是風時代 那可能是消滅了世代 那整個完蛋 OK 好 那因此呢 如果貧窮是一個過程 他到底是一個結果還是一個過程 我們如何讓瀕臨貧窮的人 不要變成經濟弱勢 如果那個瀕臨貧窮的人 叫做瀕臨貧窮的人 我們如果他不要變成一個經濟弱勢 那重點在於說 那你成立儲蓄勢他們就可以賺錢嗎 當然不會 因為儲蓄貧窮不是賺錢 他想儲蓄跟貧窮用 他是可以用來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叫做 資本累積跟週轉 這是在金融面的層次 OK 在所謂的理財面的層次 第二個層次在於 他已經開始練習操作 如何去好好的規劃他的財務 我今天要借錢 我也要知道我借來看什麼 而不是信用卡一拿來 因為他不會痛費 輸他就不小心輸他三萬塊 OK 好 那這邊呢我們就用了一個概念 就是來自於儲蓄戶注射的一個概念 當時就聽到這句話 就深受感動 當你幫助別人時 等於幫助了你自己 這裡提到的概念是 剛剛吳老師提到的 他是以錢灰性 我的錢存在裡面的人 你才能夠從裡面借錢出來 而這一群人是有一個共同關係 彼此認識 要共用一個這樣的架構來處理 也就是說我們大家一起 定期的把我們的資金進入庫路裡面 需要的人他借出去 可是借出去之後呢 要記得關喔 而且呢你不是提出去就不用回來 你還要存回去 還要抱回去 好OK 好這個是一個 族區戶注射的機構的概念 所以呢我們當時想的是這三個問題 我們有沒有辦法圓一個共同同關係 他可以在進入社會之前 就認識到金融組織 金融機構除了商業性的之外 他有一種是屬於比較小規模的 微型的 是屬於自己的金融機構 那有沒有可能他畢業前 就開始會去小額存款 而且開始學習如何如何周轉 那有沒有可能是讓這樣子的存在 是去服務一些在經濟上面相對弱勢的族群 包括學生 我們彼此扶持 好這是我們的出發點 這個地方是我們過去沉溺的一個過程 好所以這邊如果提到 我就在那邊去抓了一個族群入住的幹部 然後我一次問他一次問他兩個小時 他講到嘴巴你看這樣子 ok然後呢我們就開始跑去做一些交流 開始做一些survey 最後我們花了兩年的時間 其實按照正式成立 他只能6加3 9個月要成立 那不過我們前面是有survey的 ok所以我們花很多時間去做準備 好然後了解一下事情 不過還是我發現很多事情沒有準備到 文化 好來 好那我們在2016年的11月8號就 甚至快樂在哪 所以呢 跟各位分享因為我們時間比較有限 我們就跳著說 來跟各位分享 那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這個東西如果 比較年輕的就會知道這句話的人 就 月底的感覺 就這樣就吃一點吧 好是月底吃土 我們都覺得月底吃土 你就會發現說今天28號 就奇怪這個學生怎麼知道我 研究室晃了晃去 就說 就月底啊什麼事啊 就位跑進來 老師那個 而且他來的他這邊晃的時間會是那種 大概11點半 就很會晃 然後 那月底什麼事啊進來 老師沒有啦 我只是想問問什麼問題 喔喔喔喔喔 我問問問題 請了請了請了 時間到晚吃飯了沒有 老師我還沒吃到 一起去吃 一起去吃 月底到了 就是月底到的時候就是 有時候學生就會 比較沒有看到的 你就會告訴我 好 因為你是嗎 我們推出了一個東西叫做 黃金肚子 剛剛老師提到的那個 儲蓄物注射借款有兩類 其實一類啊 就信用貸款 信用貸款呢 就是你沒有抵押品 其實儲蓄物注射也可以做抵押 可是不過儲蓄物注射抵押要 他規定是要不動產 那我們是校園型的 所以我們不做這一項 因為學生不可能 拿一個不動產來抵押 我們不會擔心 我們不知道他做了什麼犯罪的事情 所以不可能嘛 來 所以呢我們就 我們就只有來信用貸款 那剛剛老師有提到 信用貸款分兩種 一種叫做補金內 假設我在裡面存錢 存了四年 我在裡面總共存了三萬八 那我現在要借兩萬塊 那就是補金內 就是補金比較低 假設呢 兩萬塊哪夠 我今天要去交換 然後六萬塊 超過三萬 超過我的三萬八 那就是補金外 利息會高一點 因為風險很高一點點 也很好配 那剛剛老師提的沒錯 那個在利息上面其實是不低的 例如說補金外 有些單位設的補金是9.6% 然後補金內的利息大概 可能是8.4% 不過有一點要其實 都會說明一下 雖然看起來那個數據 比外面的信用代表還要高 但是它是單B計算 它是單B計算的低點 第二點它絕對不會 跟你額外收手續費 而且如果你提早還款 它不會叫臉付委員解決 所以請你注意 跟銀行交易 一定要看小次 都有 例如說某某銀行它的 前三個月利息是1.2% 好低喔 然後後面就恢復正常 1.2%看起來很低對不對 手續費6,800 這個 所以先換下注意 好 那我們就推出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叫專案代表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 那個信用代表之外 我們會設定某些獨特的條件 某些特數條件 我們給你超低利率 超低利率 那這是我們第二低的利率 就是王金褲子 就是應急用的 你最多可以借到6,000 然後我們不收利息 收手續費100塊 也就是說你拿100塊來 你就拿走6,000 那意思就是說你就人來就可以啊 簽了你之後 你就拿走5,900 你說啊不收利息 這個是話術啦 我沒有算過 我們之前在內部 你有沒有要推廣的業務嗎 那算的時候 如果我跟你說利息1.2 年利1.2 六個月要拿完 然後另外跟你說 我收你手續費不要收利息 然後只要100塊 你要拿走 然後每個人都舉手 我要收費 收續費 那其實算出來 其實答案是一樣的 人和總統好變這樣 那所以我們後來 我們這個方案在推出的時候 我們說零利率喔 零利率喔 收續費太快 看起來很簡單 那這個黃金股司 就是 就是真的是應急 那剛剛老師會提到說 你借個3,000塊有什麼用 那真的沒有用 在社區是不可能有用的 對學生 好 舉個例來說 因為我們是特殊對象 開學的時候 假設我的零用錢是6,000塊 那很好玩啊 可以亂玩 開學然後跟那個家族聚會 然後學長吃飯都請客 今年有學妹來 不要請他這樣 那沒問題 但是有一個問題 開學第一個月或第一週 第二週 老師又開始開書單了 就那種上信定王 張瓊門 然後就是不中生 好 為什麼要開原文書 一本原文書 1,200 然後竟然開了三本嘛 所以我就要3,600吞掉這樣 所以我6,000塊就少了3,600 因為總物理是讓他會欠錢的 6,000減掉3,600 也是讓他會欠錢的 我是學不好 OK 好 2,400喔 本來6,000塊活得很快樂 還可以一起學妹吃飯 現在就自己滾下去 就要吃飯 那就吃飯 那我們換一個方式 假設說你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你借錢 這個錢借來之後呢 可以讓你去付掉那個3,600 那這個3,600 你後面用6個月的時候 6個月的時間 每一個月稠米的零用錢 撥個1,200慢慢去玩 是不是輕鬆一點 等於是另外一種自己操作的分歧部分 不會去造成生活的一個困窘 我們在講中轉這件事情的重點 中轉、借款是一種理財 借款的概念在於 不要因為把錢花掉之後空掉了 我們在座應該不會有任何一位朋友 你買房子拿限定去買 或者是你今天我看到 你抬頭了 我有買了車80萬 然後也是你憑限定去付錢 比較少有啦 那如果有你可能剩1.8 OK 所以為什麼要貸款 一樣的概念 既然你買車可以貸款 為什麼學生買郵文書 我們不可以用貸款 而且它那麼小的 OK 所以這是我們黃金普斯幫他貸款 好 那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因為它是利率很低的 所以我們在設定的時候 我們有針對特定對象 也就是說你過去一年裡面 你每個月都固定至少存100塊 表示你有很規律的再存款 你有那個好習慣 或者是你剛入社嘛 假設我入社才半年 我過去半年我是百分之百的存款 的存款率 那這樣子的對象 我們認為你是有固定存款習慣 是一個優良的表現的設點 我們願意用這個很低的利息 就可以了 OK 那你說這還是第二低的 然後就厲害了 我現在要去交換 根據我訪問學生的結果 他如果去中國大陸交換的話 去半年 通常不會是去讀書 他們很喜歡去四川或什麼 因為從四川 如果要去西藏的話 方便 要去雲南亞 百度是他們愛穩定啊 那半年的話 他們會看喔 如果你玩得很兇的話 大概要8萬 玩得比較節儉 你會凹在地人喔 那6萬 不管怎麼樣 就是要錢 OK 好 6萬啊 6千拿夠啊 不夠不夠啊 怎麼辦 好沒有 助學專案 助學這萬就1% 而且喔 你最多可以接到5萬 那他有規定 像我很想借1%啊 你知道我在外面買基金喔 定期低的 我現在已經那個 獲利率10%了 我來買這個去買 我來接這個去買 那對不對 我不能啊 因為我們是學生 全職學生才可以借 好OK 就我們 我們的單位設理 跟全職樂樂界 好 你借5萬塊呢 年利率1%的情況呢 你可以半年還完 或只用24個月 慢慢的還 那一定要是學生省的 而且因為它比較低 所以我們有固定時間 提出來 只有上下學期的開學 對不對 學期末 可以申請 就是很短的時間 讓大家申請 我都覺得很奇怪 這麼好應該很會搶 但是沒有人要搶 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喔 OK 那我舉個例子喔 後面這個例子 這是一個美麗的地中海 可以猜到它是哪裡嗎 希臘 希臘 那個海很棒 你真的 我去希臘之後 那不是只有天空是藍的 對 對 克里德吧 有 克里德 好 2016年的時候 我們收到一個通知說 欸我們有半個研討會 不知道哪裡 看題目剛好是社會什麼什麼 社會時間之類的啊 好想去喔 不是因為那個題目 是因為 克里德吧 那我就報名啦 有一個學者 這位學者 他現在在那個 那個 那個 泉州教書嘛 他就約我 他說好好去去去 然後我就問 問我們學生 那時候我們在 就在做主俗讀書 這是我們前任的理事長 他是研究生 所以要不要去 要有學生沒錢 沒錢 我說那你主屋讀書開來幹嘛 自己借啊 沒有 那兩個學生呢 也很高興說 老師那我們都要借嘛 這個不用借這個有在上班 好OK 後來我們那次去呢 就這一位學生跟這一位學生 各借五萬塊 然後達成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首先他們 這個是他的第三場海外發表 這是他第一場 人生第一場海外發表 學術研討 增加他的CV 而且他是研究生 全英發表 OK好 第二個 我們終於到地中海了 不是還重點 OK 我們到那邊一玩 發表才四天 四天結束之後 那個小島冬 翻天的時候 接下來就要去 壓點完了 又再玩了一禮拜 所以我們在地中海那邊 突破了快樂的兩禮拜 就用了各界五萬塊 然後利息多少呢 我發空 全部利息五百塊 有沒有很划算 有在工作的都點頭 沒有在工作的都不知道那什麼 OK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就要來支持學生 那這樣的東西呢 後來我們也支持到一些校友 本來那個校友畢業 然後他都刷卡 就是那個卡戰 卡戰 然後拿太多怎麼辦 他就尬在那邊一直尬 後來呢 後來他考回來當研究生 馬上申請去還卡戰 那一趴耶 那你卡戰多少 那個很誇張喔 OK 好 所以呢我們租學奈還 讓出國旅遊 不是不旅遊 是去發展 這個夢想成為可能 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用再被家長 你的叔叔排 跟你說你都沒錢 你還出國喔 你的老師跟你說 啊沒有錢 我怎麼要出去呢 你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呢 讓你的夢想很多達成 所以 在東華我們成立 是一個校園型的 出去目睹社 我們的對象 是學生 這件事情 我想要固定到 剛剛提到的社區的概念 社區是什麼呢 事實上我們思考社區的時候 我蠻支持 我蠻贊成的 老師提到的 他可能不再只是地緣性了 他可能是一個群體 那老實說就校園的概念 我曾經都喜歡討論校園的概念 我說如果你住在東華 我們東華大學 有90%以上的學生不是在地人 也就是他必須住校 不管你住在學校裡面 還外面住房子 你跟這個空間是很緊密的 如果你一天24小時 有超過18個小時 跟這個空間是綁在一起的 難道這不是你家嗎 所以我們用這個概念來思考 校園型的儲蓄募助設備 以及這個使用者 他的經濟支持的特殊性 事實上我們會發現說 校園型的儲蓄募助 他有在台灣存在的 某種社會經濟利益 首先呢 他事實上先啟動了一個 定期儲蓄的一個機制 因為他強迫儲蓄嘛 一個月少一百塊 那他提供了一個 小而借貸的可能 因為你是學生 你可能借不到錢 再來是募助基金 那個募助基金 那就是保險的意思 那以及呢 按照儲蓄募助設法的規定 我們其實也可以做共同購買 那這個事情呢 就是在消費和作設在做的事情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在裡面呢 是讓學生的參與 他已經開始實際去參與 組織運作 我們的理事裡面 有一半的理事是學生身分的 也就是說 我還是學生身分的時候 我就開始參與組織運作 我開始學習如何開會 如何再過一下 又要吵架更重要 以免以後你要吵架 不知道怎麼吵 這件事很重要 之前有個朋友他說 就是有日本有幾個合作社的人吧 然後呢因為很年輕喔 就三幾歲 然後每個人自我介紹 喔我在合作社已經超過十年了 講的很厲害的樣子 為什麼他三十幾歲 他在合作社超過十年了 因為他大意就開始參與 這個通通要輸入你的經歷 所以我們為什麼 不讓學生在學習的廣度裡面 有更多機會更深刻的 OK好 所以呢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除了這些理財的東西之外 我們更重要的事情 是這件事情 除去互助社它的概念是一種合作金融 互助型的金融 好 它要學習的是一種經濟民主 如果參與這個團體去利用它 如果參與這個團體去做決策 這件事是重要的 而這件事跟經濟是綁在一起的 那我們希望參與的 包括老師、學生、教職員、甚至校友 他從經濟民主的參與去學習 當社會的主人 所以它的存在價值 我相信是一個可被期待的部分 那除去互助社並不浪漫 有幾個年有時間會講超多的 第一個就是污名化 第一個污名化是怎麼 我們剛成立的時候 就除去互助社 啊 要留害我現在不趕快 啊 我現在不趕快 啊 我現在不趕快 喔 標會呢 一年祈禱 看你十二人 二十四人 一年祈禱結束 除去互助社一直在那邊 而且他立案 那這個 這個還有溫和喔 有沒有要 OK 有沒有 除去互助社 阿富士勞主會的 每個又要搶錢 維法 維法 我沒有違法 我們立案 OK 如果你要參加勞主會是 因為你想要賺更多的利息 但是你參加除去互助社 不能賺大錢 你必須說 他只是讓你周轉存錢的地方 他不會讓你賺大筆大筆的錢回去 所以你要賺那個百分之十的那個 我剛說第幾點都不可以 他不會再討論 好 那另外一個呢是 另外一個問題 學生是誰 學生啊 你們在海西弄不好 這是我們在除去互助社運動裡面 遇到最大的挫敗 也沒有挫敗 我們繼續在努力當中 OK 好 我們的理事長是學生 身分 我想問一個問題 23歲 如果他取太太 那你會當他小孩嗎 不會啊 你存在地 23歲他沒有取太太 但是他是學生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當然不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我們在跟其他的單位 在對話的時候 我們就是不斷的被當做小孩子 你們都不會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想知道為什麼 OK好 來 所以這件事情是在 除去互助社運動的問題 是前面那個不明化的概念 但是當我們在做校園型的除去互助 我們遇到的困難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認為它是一個世代的問題 所以現在已經 我們分華的校園主去互助 我們現在走的已經不只是 主去互助社運動 我們現在要挑戰另外一件事情 叫做世代爭議 那既然那麼高 為什麼要堅持 這是最後跟各位分享的一句話 結果發現他們的 好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將生為生命的價值 重新帶回到經濟體系 經濟體系不必然一定要大成的大 然後一定要弱弱強勢 這種概念基本上是 利潤最大化裡面 關於資本主義的論述 可是呢 經濟它一定只有這一條路 它還有很多可能性 除去互助社在19世紀中 就已經在德國成立 而且呢 已經造福了很多 不管是第一世界 所謂先進國家 或者是所謂第三世界的 很多一般人 都受到除去互助的一些支持 和改善他的經濟生活 所以這些事是 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最後呢 就是用這個小小的句子 行動才能夠帶來改變 那感謝各位的評議 謝謝 這次比較好舒服 我覺得還可以後 有很多心臟 不知道 我覺得其實剛Q1之後 我其實 這個禮拜 我在這邊有一個 就是會有貪窮人的經濟學 那個書 那那本書裡面 就有一個概念 一直在講 到底有沒有貧窮的陷阱 這樣的概念 所謂的貧窮建議 都單納在貧窮的狀況之下 它會產生一個下架融學 你很難自己爬球 會一直往下架 那我其實 從這個剛剛張老師的介紹 其實看得出來 貧窮建議 大概有很多外部心理書 可是有一個是整個 經濟體系 或甚至是這種體系 所造成的 也就是什麼 透過這種系統的掠奪 有沒有 我剛剛在講的 窮人 你沒有辦法去跟銀行學習 唯一的就是 能夠去辦一個 幾乎沒有能看的卡帳 辦一個張卡 不用借蛋 然後就刷 那我曾經聽 我們老大 老大講過 其實以前曾經 他們調查 刷卡的人 大家社會印象中 這些人叫做奢侈 對 所以才會欠了很多錢 可是他們調查後來發現 其實這樣的人幾乎很少 大多數的人 這些卡帳都是一點一點 幾百塊幾百塊的錢 幾百塊幾百塊的錢 幾百塊一百塊的錢 為什麼 今天滿名 明天滿名的 小孩子感冒 塗刷卡 借蛋 小小的累積 不斷的累積 但是因為他們被幫助 藏盤這麼蠻大的利息 所以最終累積到 無法藏盤的一個 債務現場 所以其實 就我知道 儲物社有很多的名字 什麼叫做窮人的富馬 還是原住民的存錢筒 還是社區那種 另外非常非常多可能性 非常高的可能性 但是在台灣未來 它到底可以怎麼往下走 我想其實就是今天這一場 其實希望能夠引起一些想像的一個空間 跟可能性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放現場的提問 那我想就是說 我們一次收集三個問題 然後再請看你要指定 或者是兩位一起回答 那現在有沒有比較先人 好 一位然後三按 我問方老師說 所以同學們畢列以後 會繼續數據的 跟畢列是推測的 幾乎大概多少 那如果多數都是會繼續講 然後少配的話 那其實相當可觀 長遠長遠長遠 長遠長遠很可觀這樣 就是問題 然後也有個 可能是建議就是說 也許 還沒有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老師其實譬如說 教科書嘛 那 在台灣也許還沒有 但我說像香港 從大其實已經有一個 學生基督協助社 然後都是賣家手移這樣子 那 你比如說香港像北美的話 有些大學生 其實像 同學大概畢業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 他們一直循環 像小家店 搬宿舍的時候 你會有一堆那種小家店出清 然後我有 洞湖廠商來收 然後再來一下 教科書等等 那其實 就我知道是有一些 當面有合作社 或者是 當然有些是用企業型在經營 那其實 如果你如果要 要做這個生意 當然有資金嘛 可是如果出物社其實有 也許 是一個可以想的 就是說 以社區為大會來想 就是校園作為一個社區 可以怎麼樣去建構一個 比如說是 社會經濟也要 或是很重要也要 其實蠻多可以想 而且 那個中大那個 我想說前年他們 他們剛 就是籌備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剛好參訪過 這樣 然後現在居然也活下來 而且他們居然 不能夠克服同學 畢業 一年然後繼續進行 這個我覺得蠻 蠻了不起的 對 因為通常學校進行 都會碰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也許 真的是 就是舊所知 好像也許可以想合作 然後最後 也是一邊的小想法 就剛剛 我剛剛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在亂玩看 然後我說 宇東華其實對的確有問題 因為他們的異價能力實在 太弱 或者說你的 然後 那個 然後是保養飾的 他公寄他普遍就是這個樣子 那 其實剛剛老師也提到 你說像社會經濟 的確 有一個有趣的例子 在韓國 跟韓國真的 好像做的其實有點像 就是 韓國他們也要做這種 年輕學生的組織工作 他們是工作人員這樣 他們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些人他們在勞動裡 往串來串去 那邊打工 十分沒人打工 一段時間 被打工一段時間 在勞動力現場很難組織 然後他們要怎麼辦呢 不管是學生 然後他們在學校裡面 就查一個 雖然諮詢中心 然後就說 同學們 這個學校的學生在那邊打工 還有什麼問題可以來找 那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他們會提供服務職 他們有情感的救助 還有解決的情感 那以韓國那些 對 這個對話就是很有 很有用的 的幫助 那我意思是說 一切工衛後來的問題 因為當中其實你 對到現在談戶 也沒有一些想法轉變 就是說你 大概不太能夠實際傳統 去對著部署 而且協商 你可能要做更多 社會安全網 的設計 然後一定程度提升 他的抑將能力 抑將能力不見得實際 去對部署 就是說他有一定的 社會安全保護 然後他可以不夠 那麼輕易的去接手 那麼糟 所以其實有一些東西 其實還是蠻可以長的 這樣我覺得蠻有意思 謝謝 兩位好 我想請問第一個問題 是說 剛剛老師其實有提到說 到底 除去互助合作社 跟BVIR到底怎麼不一樣 那雖然你的回答說不一樣 但是呢 首先第一 不然我不認同 但是那我就反過方式問說 那如果 它不是一個BVIR的形式的話 那為什麼除去互助合作社 不應該受到完整的 金融發揮的 體制的體系內包容進去 受到完整的監督跟遵守 相同的法規 而是要處在現在的這個狀態 那 不曉得您會怎麼解釋 在這方面 您在法律上的定位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想講說 您在報告的過程中 兩位在報告的過程中 的確是都提到了 短期區域性的一個好處 跟互助 跟社會福利的功能 這個我覺得 都完全成類的同意 但是我想用一個長期的 然後更全國慶的 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是說 同樣在這個地鐵 也通到這個組織 其實我們已經提到 很多次的所謂的 北歐模式 甚至是瑞典的福利模式 那如果我們從這個 假如切入的話 現在在推行的 當然我沒有講你說 要把這個問題推得很大 我只是說 那現在這種存在的 所謂的區域的 組織合作社 對於我們 假設就是文青們想要推動的 這個所謂的北歐模式 或北歐福利國家模式 而言 它的淨核關係到底是什麼 這兩個會彼此互相 競爭 因為資源就這麼多 還人民的金錢就這麼多 還是說你認為這個模式 兩者是並存 但是兩者會是構容的 那這個部分 希望我能提到你們的見解 謝謝 我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 我想問一下說 你們現在在法律上面 遇到什麼會 因為我目前知道的是 因為我從此可惜 我知道 其實大家很多新的idea 都是 因為都會比法律 跨越法律的修法成本 之類的 然後就說 你們有什麼遇到成本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 謝謝 好 那我們就要 我們兩位起來 好 我只有一個 比較快的問題 比較快的答案 對 我 手邊看我只有一個 就是 區域模式問北歐模式 他有效 我覺得 沒有清楚的答案 要看處理的問題是什麼 比如說像東華這個情況 是 比較一個 百籍之籍的調度 然後是 學生 他在這個階段 在這四年會發生的情況 那我覺得 這個模式就有各地 這還不錯 可是另外如果是 貧困性的問題 就是 他就是沒有錢 他也三千塊也解決不了 他其實還背了學貸 然後他如果是市立大學 比如說像北大 他背了學貸就每年十萬 他在台北市生活 他又每月要八千九千 他其實沒有辦法靠短期接待 但是在台北相對他打工 比較好打工 所以他採取的模式 可能就繼續打工賺錢 然後犧牲掉多數的學業 所以 我覺得 並沒有一個特定的 特定 這兩個沒有 他之間沒有一個競爭關係 可能是用兩個模式比較好 那如果是整體性的評分問題的話 學生跟年輕主權 就不問題的話 在四年前 我們有提過兩個方案 第一個是學貸四法 學貸四法裡面 有一條主張 是取消保養制度 取消保養就是 父母作為保養 那各位知道 學貸是最好討的債 所以他歷史最低 國家有餘餘補助 那學貸本身 也可以帶雜費 學雜費 所以他其實可以 帶學貸的錢出來 放在合作社群進去 再把他借出來 他還賺兩手 然後另外再拿去 狗吃雞雞 我教人不會死 所以 他只要知道這個邏輯 其實他一個學生 可以弄出來 大學 市議大學 可以弄到四年 可以弄到67到68 所以只要他 他熟悉這張規 但麻煩的就是保養 是父母 所以父母是一個抵押病 所以你父母有資產的話 他一定 不怕你還掉 可是你父母沒有資產的話 他就貧窮繼承 所以這個學生 可能畢業之後 他就必須想辦法把 借卡債或其他錢 把這筆債還掉 不然他貧窮的父母 也還不起這筆錢 這時候就會想懂 就會 父母跟小孩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學貸是 修的第一個是 主銷保養制度 你如果視為他一個獨立的課題 就不應該拿父母出來抵押 第二個是貧窮制度 防禮制度 比如說 當他過了30歲之後 他收入還沒有30萬 他的學貸可以自動取消 因為走的是 教育公共化的政策 這個想法 就是念這個書 你應該由國家來支持 他念這個書 雖然高等教育的學力膨張 這個學力到處膨張 可是實際上 我們還是要支持他在教育上 是由公共政策所支持 所以比如說他30歲之後 他的收入還沒有超過三段 那他可以免學大學 那其實抗議還是有效 雖然說這兩條都沒有過 可是後來政府就提出了一個延展政策 就是你可以延展幾年才可以還到十幾年去 所以走歸的這個問題 就是哪個模式比較好 沒有清楚的答案 只要你好用就好 那有區域性的 然後整體性的 也要看問題的特質是什麼 他是平球性的還是硬體性的 他是處理手段的方式 這不改變的問題 謝謝 好那謝謝各位的問題 然後也謝謝你老師 可以來 因為影片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北歐模式 我不知道什麼是北歐模式 這個北歐模式很多人會想要學北歐他們那個福利國家 但是很多人都忘了有一句話叫做羊毛 羊毛粗在人身上 北歐雖然他們的福利很好 他們的那個社會環境很好 但他們的稅率也非常的高 他們對於企業是才有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那我們就回應一下 因為我們等等還有別人有問題嗎 那我們先回答一下前面三個問題 畢業的留社率是多少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給你一個具體的答案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成立到現在 是第二年進入第三年 然後確實有人畢業 然後畢業的人 我們現在的狀況是 有人是畢業之後跑回來參加 等於是用校友升等回來 然後也有一些學生是畢業之後是離開 那比較尷尬的一個狀況是 他畢業了他沒有繼續存錢 可是他也沒有退社 他可能自己跟我忘記這件事 這個也有 所以我們今年三月份的時候 我們花了我們很長的一段時間 來處理社的情況 也就是你如果超過兩年以上 沒有往來的社員 我們主動退社 我們通知他 你把錢給回去 我們主動通知 那這裡面有幾個情況是 就是在現場也有去的情況是 因為我們按照法規的成立 一百個人 成立的階段要至少一百個人 成為社員 累積一百萬 所以我們剛開始成立的時候 很多學生來加入 他其實跟我們知道自己加入什麼 他只是說 九雯老師叫我加入喔 好啊 或者是哪個老師覺得這樣好啊 就好 他們沒有一萬一百塊 對就一百塊這樣 那某種成立你說就是人頭嘛 對 你可以這樣解釋 所以確實在我們一開始 在成立的時候 很多人是搞不成狀況的 那這件事情也回應到 我們剛剛提到的滲透力 當你沒有聽過的情況 人家叫你拿一百塊出來說 你會想做這個事情嗎 當然不會啊 所以怎麼能有心得到會社成立 這我們正在努力當中 那這個努力也不能走 我們一定要整個 除霧社都沒有 有些大家搞沒有認識什麼 所以第一個問題 我現在目前沒有辦法回答你 不過我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們早期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霧社那一批人 因為我們把它處理掉 就說我們請他把錢領回去 因為你都沒有搞清楚 我們現在有30位以上 那目前處理掉31位 那這些也就是說 我們就拜託你把錢領回去 你們不要到霧社裡 然後以後一定要再 那後來 在過去一年霧社的這些 學基本上都是非常穩定存款 也就是說他知道他在存什麼 他知道他在做什麼 那這也是代表我們後來 後期我們在學校裡面做 所謂的社員教育是 一開始讓我們明明變 晚關七八糟還要成功 以後就是文章文檔 我們甚至在學校裡面開課 介紹什麼叫做另類金融 不只是介紹儲取物資料 我們介紹很多 可是這是裡面的一環 好 然後呢 第二個部分提到二手循環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 我們東華有學生群隊 團隊在做 而且每年都有 我們叫做林德柚姐 那不過目前來講 這些組織還沒有非常地系統化 因為可能會跟學生的那個 那個投入畢業就沒有有關 那這件事情會跟一個問題很有關係 就是動員的問題 也就是說像我或者是我的團隊 我們的團隊 我們已經花百分之九十的精神 在做儲蓄物注射裡面 相關細節的運作的情況 我們在剛起步的階段 我們沒有辦法有那個多餘的時間說 不然我們來弄二手醫好 沒有辦法 那一定要另外一群人來做 那有沒有可能做起來之後 我們再來聯合 那不然就等我們成立大一點 然後我們再分點工夫來做 就是重點在於人的投入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我們看到香港的案例 他們花多少時間去成立 以及他們整個學校 包括他們學校的文化跟基地 你去那個香港的那個大學裡面 他們其實有一些社會經濟的一些 思想在裡面 包括他們的女工合作事 我們就會看出 是學校對於這方面 在某種程度是支持的 學生對於這一塊是認同的 所以這個東西在台灣 我覺得台灣校園還要努力 我覺得還要努力 OK 那學校的支持是工會 這個一樣我覺得是類似的問題 也就是說那個社會安全網的架構 它可能要有更多面 我其實不太期待學校要做這件事 有點像是你要等政府幫你幹嘛 你就等兩輩子 你要等學校幫你幹嘛 你就再等吧 所以最好還是由學生 或者是由反正有興趣的人 我們學校合上自己來 不過那個一開始那個啟動 確實是非常難的 就我們個人在組織社團的經驗裡面 這個東西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你要做一件 我們認為有創新但是有價值 不過大家沒有看過經驗的事情的時候 這個東西確實要花很多很多的心力去說服 還有抗拒一些制度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 群護社跟護助會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 剛剛沒有辦法解釋 既然現在可以解釋 那我就來囉 我這個是有做教的 來 有沒有標過會 沒有嗎 在工藝科 欸有標過欸 我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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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會是這樣子 它是 就是以人為性 一群有互性的人 我認識你認識他 然後呢 我們可能找到多少個人 那原則上會有一個時間當周期 例如是一個月或半個月 有些狠一點的 我聽說過有一個禮拜的 那個是在學校裡面 標一百萬的小朋友標的 那也是古時候的學生 古時候的學生 他看媽媽這樣標 他在學校自己就一點 有有有 有那個有一個人叫曹琴泰 跟我一樣老 我就聽過 他是這樣做 他是這樣做 因為他自己在節目上說的 他大學的時候 他讀大專 大專 大專的時候 這樣不是你大學 OK好 那他的情況會是這樣 假設我們十二個人 然後呢 我們一個月為期 每一個月呢 拿出多少錢 例如說一萬塊 那那個會頭呢 第一個月就把錢全部收走 所以我拿走十二萬 OK 那第二個月呢 因為我是會頭啊 拿走那我就要當志工了 第二個月呢 就會到我家 或一個地方來標會 第二個月判誰缺錢 標會的意思就是 誰出的利息高 誰把這個月的錢拿走 假設你要表這一筆錢標走 一萬塊的情況下 你出五百 他要出三百 這位既然說六百 那就你標走 出六百標走的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人一萬塊扣掉六百塊 也就是你要 你只要付九千四百元 等於你存入一萬塊的概念 那因此呢 這位六百塊的人標走的這一位 他有沒有實際拿走十二萬 沒有 因為他要去負擔人家的歷史 那他標走的 他這個月他就是死會 這樣就懂嗎 所以未來的十一個月 未來的十個月他就不能再來標 那這件事情呢 整個結束之後 一年 假設因為我們十二個人 整個全部結束之後 最後一個人把剩下的全部 全部拿走之後 那我們就結束了 那我們可以重來 那重來我們另外找十二個嗎 不要我們這次要二四個可以嗎 好耶 或者是一樣是十二個人 是不是同樣十二個人 不一定 搞不好有一種說 我們沒有缺錢啊 我們今天這個這個 這一次我們參加了 那可能又冒出一個新的人 也就是裡面的成員是不懂的 他綁就只有綁這一個事情 就只有綁這個事情 那所以為什麼會有那個綁會 就是啊我就會不要走了 然後我就跑了 那你抓不到我 因為我妹們簽約 就是這樣子 那儲蓄護住社不一樣的地方 那首先他必須是經過政府一案 不然就是違法吸金 所以我為什麼要搞到一百人 一百萬就這樣搞來 那我跟各位講喔 這件事就要開始怨啦 因為跟你的第二題有關 第三位問問題吧 對限制有關喔 我可以講喔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儲蓄護住 台灣有一個法 叫做儲蓄護住社不法 1997年成立 他其實整個主管單位在內政部 你會覺得很奇怪 是金融的事情 為什麼是內政部管 為什麼不是法務管 對為什麼不是那個金管會管 因為他不想管 不像社會管理 對 因為他把這件事情推開 他那你會沒有 不要硬硬的意思 那這個啊 我反正不管 你們這是人民團體 人民團體 也要說所謂的公益 因為他自身為叫做社會企業 所以於是那就 那就只好變成內政部要管 因此呢 他的整個法規系統裡面 是放在內政部 而不是跟金管會那個系統相關 那擺到內政部裡面 他就把你某種程度的 當作人民團體看 那當作人民團體看 他就很怕你亂搞啊 然後就怕你亂搞這樣子 就非常的小心跟謹慎 好 小心跟謹慎就是說 你要成立一個儲蓄入住社 你至少要一百個社員 你至少要存到一百萬 六個月之內 我們那時候在成立的時候 我如果有那個錢 我幹嘛加入儲蓄社 我是很窮啊 就這樣子啊 那你說那什麼樣叫合理 我不知道什麼叫合理 可是我講一個數據 英國的數據 英國只要21個人就可以成立儲蓄入住社 多少錢呢 8萬塊台幣 總 總 總 就可以 那也就是說 如果儲蓄入住社是一種小額的一個抽轉的情況 我們剛剛12個人就可以掉一個位 為什麼12萬就可以過日子 為什麼一定要一百萬 那當然後面有個問題就是營運的問題 那營運問題事實上呢 在系統裡面我們會看到說 那個整個架構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正式 和非常的官僚和非常的複雜 所以呢 某種程度就行政的營運成本量其實是高的 既然它是高的 那你就必須真的要有一個一百萬的撐得下去 所以我覺得那個後面的設計那個邏輯不太一樣 所以使得我們現在長出來的 我們就會跟國外的情況 我印象中香港是16個人就在生命 就是它的定義、它的邏輯是不一樣的情況 會長出這樣的一個情況 OK 那那個北歐就跳過來了 那法規裡面呢 剛剛除了那個一百人一百萬裡面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欸因為我剛剛支持原住民 可是原住民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我真的沒有一百萬啊 所以呢他們有特殊的規定就是 如果你是原住民的儲蓄互助社 那你只要五十個人就可以了 五百萬就可以了 除以二就對了 欸五十萬就可以了 五十萬 除以二就對了 五十萬就可以了 五十萬就可以了 OK 那除以二 這件事很有趣喔 那什麼叫做原住民社呢 就是你的整個社員的比例裡面 超過百分之八十 你的身分是原住民身分就可以了 那不管你是同族他不管 那通常會是同族 就會是這樣 那這件事就很有趣了 就是你既然是特殊族群 可以開這個例外 那我們就說學生也很窮啊 我們可不可以也是要辦你 不行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想知道 不行 那不行的話呢就搞很久嘛 就是我們就是 我們也跑去立法院了 然後搞很久就是弄很久 反正就不行 結果我們得到答案很可愛 欸你們東華很多原住民 這樣就參加 對 原住民社就可以了 臭八成 為什麼 臭八成啊 可是臭八成我們要看 我們東華大學 雖然是在東華 也有一些原住民 但是要看原住民佔全校比例多少 反正太不成比例了嘛 而且有一個狀況 那個狀況是 我們很多原住民的同學 他早就參加除菩社 雖然他自己不知道 為什麼 參加除去除菩社 他也幫你加入 然後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自己本身是原住民 然後在外面工作很辛苦 然後就這樣花錢 就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採訪的時候 遇到嘛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這件事 他聽一聽說 欸老師你講這個 我好像有類似的東西耶 你知道嗎 我那個時候要去當兵的時候 我阿嬤你們23萬給我 他從來不知道他23萬哪有 可能就是從小到大阿嬤幫他開個部 然後呢就一百塊兩百塊這樣 存到二十歲 然後他去當兵 說阿你問你耶 原來我二十幾 然後就兩個月花光 因為他不知道哪裡來的啊 就一筆錢從現在掉下來就花掉 因為不是自己存的不會痛 那因為他不懂除去戶注射 他不懂的情況之下 他根本不會知道說 那我再繼續存 以後我當上借錢 所以我反而告訴你 你可以趕快回去參加你的除去戶注射 下次你要買那個農具的時候 就可以借錢 反而是我告訴他 所以這件事情是很危險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除去戶注射的 年輕的成員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社員 他根本就不知道除去戶注射什麼 那這件事情 如果放在台灣的除去戶注射 運動這件事情來講是危險的 因為全台灣的除去戶注射人 已經夠少了 裡面呢根據上個去年度的紀錄 有百分之二十九點多是六十歲以上 也就是除去戶注射的成員 是老化的狀態 而那個不是百分之二十九 那個年輕特別是三十歲以下 可能有一半以上不知道自己是社員 也就是那這個就是空的 也就是那個就是 潛存在那就是貨幣性的概念 所以這邊是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有些結構性好像我們確實看不到 不過就一起努力吧 好 一起努力 好 謝謝 好 等一下 好 好像還有一點點時間 那我們再一輪好不好 這邊一二三 好 這邊比較緊 剛剛郭老師有提到就是 他對於獨家未來的搶上 一個社區產系跟維新保險 也不知道我們能在那邊去業幣 可以多多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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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問一下一個問題就是 吳先生請問 那個在原住民那邊 他們資金借出去以後大部分是什麼用途 他是中長期貸款還是都是短期的貸款 那那個張老師這點我想你了解 就是預放民的高高 然後還有就是萬一發生預放的話 有什麼法律工具可以去求償這樣子 OK 還有一位最後 可以嗎 我想要請問郭老師 就是有關維新保險 就是就我以前的概念就是 維新保險就是當比較 然後可能弱勢的民眾 它就發生危難的話 那維新保險可以替他們 就是承保這樣 那我以前的概念是 這個是應該社會救助機能 上面應該去負擔它的 對 因為它本來就是經濟弱勢的話 那本來社會就應該去負擔它的 這樣的成分 然後第二個是 因為我工作的今天 我看到那個維新保險就是 他們一些保險公社跟社會團體合作 就是說找我們社會團體 哪一個人有醫院的保險公司 就免費幫他訪 好像沒有看到郭老師剛剛講的那一種 就是比較基層的群民 他們可以組織起來一起去 團一起去買保險 沒有看到這個 對 現在就是比較有善心的保險公司 來找社會團體大量分銷這樣子 對 然後接著就是 有關那個儲蓄補助社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我自己的服務對象 他們就是欠房租了 其實也在兩三個月 然後就也沒多少錢 那欠三萬六萬這樣子 然後可能要被政府趕出去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他們當然後來就自己找別人 把他戒掉 把他 就不被政府趕出去 可是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腦袋就動到我儲蓄補助社 可是後來又發現 的確要像老師講 就是說你一定要有一個 夠強大的社會公益團 才可能去直接去推動 不然就是像傳統園助理那樣子的 才有辦法去推 不然就是後來我覺得 這其實蠻困難去推動 這樣子 好 我就請周旭我做的回答 第一個談到微信保險 我想先回應說 儲物社當初產生的時代背景 以及在這個時代 他的目的跟用途是什麼 比如說在150年前180年前 儲物社產生的背景 是因為第一個窮人他沒有錢 第二個窮人必須純淺 以用來救急 他才可能改變那個平常的狀態 所以他原來是那個 在一個均貧的狀態 所產生的 但是在現代社會裡面 我們並不是均貧 而是不同情況 不同地區 不同情境的貧窮 貧困狀態 所以他的解決的方式 也會不一樣 但微信保險 我覺得現在儲物社 他現在有非常多項的微信保險 非常便宜 而且非常好 比如說對一般人而言 我們買醫療險 其實是貴的 非常貴 但是因為儲物社一買 他就是一個 他跟保險公司談好 一千就是千五萬人 所以他醫療險是便宜的 那比如說對求人而言 他個人他自己不會到外面買醫療險 可是對多數的求人而言 其實他出意外的狀況 比富人多很多 他必須騎摩摩托車 他必須衝來衝去趕時間 他必須使用機器 他不會自己健身保養 他也不會去跑步 也不會去健身 因為他根本沒有能力做這些事情 他也不會吃營養食品 所以他一旦遭受醫療 類似醫療或醫外的 醫外事件的時候 其實他一點抵抗努力都沒有 也就是說他會有 醫外風險的疾病能力 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儲物社他就有機體保險 他可以買到其他 以其他個委員出來的 更好調整的保險 來抵律這個風險 這是第一個 那剛剛那個社工同伴 有提到的那個 微型保險跟社會救助之間的關係 然後有些社府反體 也會送一些保險 沒有送 他們也會送一些保險 不過那個保險相對來說 作用比較小 通常最好作用 出生有一個保險養老 死掉了有三十萬 然後當然如果有這樣來受審的話 可能有到兩百萬 這個人的死亡 說不定是這個家庭 那他會有貧困的改變 這為什麼不整個笑話 你們太壞了 我以為那也蠻 蠻哀怨的 對對對 你們突然笑得很開心 可是對一般人而言 比較有錢人而言 兩百萬人受險是稀鬆平常的事情 我們現在動不動刷張資料都是兩千萬起跳 可是如果那個家裡有兩百萬 那個家裡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當他的成年人 特別是爸爸媽媽的角色 當他是負責經濟主要收入的角色的時候 其實差異變化非常大 不過為什麼提這個第一個跟第三個它是有關的 也就是說在現代世界裡面 金融工具 金融商品 金融產品的運作 已經幸運到我們沒有辦法辨認 它就是那個細 細細的很小的字 那沒有辦法辨認 那我們必須辦法辨認 我們也有這個義務跟責任幫 這些沒有辦法辨認的辨認 那作為一個儲物社 它是專門在處理金融產品的 我覺得應該當然也要以時俱進 去處理這些這個時代的品工問題 那第二個 原住民 他們都大部分都買什麼 這個它除了倒是有統計 我會看他們的文化 他們都修繕大國 就是修繕房衣啊 然後買農具啊 然後他們現在也很聰明 農會都會跟他們修船 他們如果要農作的話 他們就會借農會的典型貸款 它是由政府駐的 所以現在他們有好多地方可以借 那如果 比如說都市原住民的話 他們就不會有去借儲物社 他們會借豆盤 豆盤你知道嗎 豆盤是P2P的借款 專門借給學生的 然後你只要有學生證營印 然後你就 不是有很多個人介紹嗎 台灣現在大概有一個家 P2P就是點對點的借款 那豆盤是專門借給學生的 可是他相對也有風險 風險就是他會到學校去站 所以他的抵押也是學生身份 期末考的時候 圍基跟卡片考完 輪廓就站著兩個人說 我我我等一下找你喔 所以他是抵押 抵押他的學生身份 他的抵押也是他的業子 當然豆盤就可以借到很多錢 你要借到20萬不是問題 你都可以買一台車子 在中國大陸流行的學生的 在管制裸彈 那就是你把你的學生證 跟你的照片 傳給他 你就可以借到一筆錢 然後一直到他們 大概第六五第七五的自殺之後 才這首歌曲才介入 你就是說 一樣是處理理貨的問題 以及跟金融各樣做金融問題 我覺得在這個時代的形勢變化 也很多 但是在東方這是一個好答案 謝謝 我這樣子比較會講話 好 那個社會企業的 社會社區產業的問題 社區產業的問題 我還在思考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他可以做什麼 不過我剛剛提到 那個微型保險 確實我幫助很多人 那老師提到 其實除了老師提到 還有LBLS 不過目前我們去不注射在 除了保險這塊 現在也有一點點瓶頸 我覺得那個一點點瓶頸在於 我們到底要老化的問題 所以那個 開始領錢 開始消耗掉那個保險金融的這個東西 就越來越高這樣 所以他們開始做一些調整 那不過我們東方有參加 因為那個要另外一副錢 學生不想說 我們也不想說 所以就 我們目前在10年了 OK 那那個預防筆的問題 我們目前預防 我們有預防的狀況 有 然後那個狀況呢 有兩筆 兩筆比較特別是 他們東方的原因是 他借了錢 但是打工打到一半活桃籠 於是就是那個 100塊吃麵包的狀況冒出來 所以他根本連自己吃飯都沒有 情況之下還要付錢 那比較糟糕的一點是 後來我們很極力的去宣導 就是說我們其實剛剛老師有提到那個 處理借貸 我們會跑到你期末桃去抓力 那但是我們會用債 我們會鼓勵他們來債務協商 可是那兩位就是有那個 預期還款的情況的同學 他們沒有主動提出 那造成我們的技術上出現登記的情況 那我們就會被處罰 就是我們單位社會被處罰 所以他其實有一層一層的管理機制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單位社不是完全 不是完全獨立的 我們在會計系統裡面是有上層 然後再監理我們的財務跟我們的那個 那個經理的狀況 還有管理那個社員的狀況 OK 這是一個部分 那後來呢我們就趕快找那兩個 學生幫忙談 你現在到底是 他有被扣分的 你看我們又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有跟他們談 那排完之後我們就做債務協商 例如說你本來一個月一定要還兩千塊 好 那你現在怎麼辦 還不行 那我們是不是改成一個一個月 我們前面四個月你找到工作前 你一個月還六千元 還六百 那可是你他預計什麼時候可以領到什麼 哪一筆錢 所以哪個時候就開始規律 重新回到那個環環的順序 那這件事情其實對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遇到 我們之前觀眾不知道 那我們遇到之後 我們就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再回到那個專業金融教育的部分 我們既然要放款給社員 或者是放款出去的情況 我們可能只是為了賺的歷史 我們事實上回到儲蓄護宿舍 一個很重要的教育功能是 我們必須讓大家會使用錢 利用錢 而且規劃錢 所以我們後來很努力的再告訴大家說 當你周轉有問題的情況 這裡可以接錢 可是你周轉卡住的情況 那你必須要主動的提出你的困難 我們來看怎麼處理 這個部分其實是 我們很努力在學校裡面一堆 那也因為這樣的情況 我們也讓學生很清楚的知道說 要誠實面對自己的債務 因為你現在是 儲蓄護宿舍 只借8千塊就出了這個事情 如果未來你出去是借8萬塊 或80萬呢 這個東西是一種態度的揚測 所以我們在學校 我們確實有遇到 那這個問題現在已經 把那個餘放的狀況已經降低了 因為他們已經開始回憶 就是回來外貨監管 因為他們找到工作了 這件事情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那個餘放的問題 就是說現在出去戶注社的 放款率很低 全台灣 因為就剛剛說老人不多 老人不需要錢 所以不會去借錢 所以錢借不出去 現在的問題是錢借不出去的問題 現在反而是這個問題是比較大的 那我們當會社的情況也是 知道可以來借錢的學生其實不多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社會通常把借錢當作 就是借錢這個概念是誤不明白的 不應該借錢 沒有錢就不要花 借錢這樣子 就跟這個情況 所以反而喪失了一些做財務規劃 然後流國周轉的一些練習的機會 這有點可惜 那如果真的出現了 他當時他都不完怎麼辦 那我們就會走 我們有SOB 例如說多久我們會通知他 再多久會再打司機話 再多久再不來 我們就會那個 那個叫做純正信號 那我們學校 就是我們單位社 其實有很多朋友問過 問過我們的情況 我們自己 我們理事有討論過 其實我們比較不會那麼擔心 因為我們是小額 那個小額到一個個C 他外面通過多都借50萬 60萬都是小錢 我們就借6000塊 大學生喔 很少會因為6000塊想要上考驗的 因為那個跟他信用有關 所以反而因為我們很小額 所以好像國總整數是相對有保障 就是對我們單位社來講 好像比較好處理一點 我們用一些道德圈說 然後做一些技術性的支持 協助他度過難關 基本上他就過去了 所以目前的處理 算是還處理得滿順利的 OK 然後那再來的話是社會救 因為社會救出那個是社會的層面 我就比較不懂 不好意思 那主需戶助社會的層面 如果剛剛提到說 有一些比較特殊記憶的朋友 然後他有可能有關 一些周轉的問題 事實上不用自己層面 我跟你講 沒事不要層面 這有在錄影對不對 其實台灣有300多間 然後當然花蓮很多 那其實西部也很多 如果說我們服務的對象 有一些朋友是需求的 其實可以鼓勵他們 去就地加入社區型的就好了 那因為多數都是規定 100塊 一個月100塊就給你 你知道我們花蓮多可愛嗎 就是你要存錢嘛 那你就會忘記啊 那原住民阿嬤都會忘記 然後呢 他那個上班的那個專員 就是我們儲蓄部 住在那邊的工作人員 主要路上面到處 遇到你說 欸阿嬤你很久沒有來存錢 你三個月忘記 啊我就忘記了 那你什麼時候要來 好啦我明天去 然後就看他手上拿兩瓶米酒 可是我沒有現金啊 那你米酒給我 他就拿兩瓶米酒去 然後你存進去 然後你存進去之後 然後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存的人就把他拿回去 退層起來 然後就把他存進去 就變成那一百六 那這個月存了一百六 就很有 其實很有人情味 其實很有人情味 我就不曉得說 時不時後會有什麼學生 拿個什麼奇怪的東西要來 我們不會接受 我們不走太遠 我們是比較屬於現代化的 是現代 對對對 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說有 我們身邊有朋友 需求的話 能鼓勵參加 那我們再做他幾位 主婦聯盟的朋友 主婦聯盟 我們現在有成立一個 草生服務助社 在台中 如果你有興趣加入的話 你也不想究竟參加 也是你想他主婦聯盟的 我們叫做共同關係人 在台中有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 也歡迎各位來參加 因為只要你是全台灣 任何一個合作社的社員 都歡迎來參加 東華校園進去 我們有把那個共同關係人打開 對 好 謝謝 OK 謝謝 好 非常的感謝 兩位專家 今天我想其實提供了非常非常多 有關主婦社的一個介紹 那其實就如同 我們在設計這個 主婦社的一個想法 其實 未來主婦社會有多大感 沒有人知道 我在看國外的研究 確實如 東章老師講 越來越一旁 這也是一個趨勢 但是台灣至少目前 還沒有這個趨勢的時候 除去補助社的存在 它確實協助了一些 百多我們在講的 金融能耐 沒有辦法從金融系統裡面 得到任何支持的這些頂勢的人 確實這是可能它唯一的一個 比較不會面臨到多學的一個問題 但是 一條好的組織要怎麼化呢 或上其實 法令 我剛剛有提到 法令確實一個蠻重要 就我的研究 包括合作設法 包括主修部做設法 事實上都有非常非常多 國家的一個監管 的一個角色帶 但是是不是符合現階的社會情境 我想這個其實是還有帶有更多的討論 那我希望以後還可以有機會再來安排 那非常謝謝兩位參議員 我們再熱烈的掌聲 謝謝兩位參議員 謝謝兩位參議員 非常感謝今天 最後有跟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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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有機會 能夠參與 一個有意義 有知識性的一個新紀錄的晚上 好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就到這邊結束 好 各位如果可以的話 旁邊幫我把椅子 我們就收一下 好 非常感謝各位 好 再次謝謝各位 謝謝